第369章第369小苏苏抓着皇帝的手指 皇帝高兴地赐封号 进寝殿前 皇帝皇后在奴才婢女的帮助下 取下壶球 然后才进入寝殿 寝殿内用足了红螺碳 刚进来便感觉暖和不少 沈初威休养了几日 下床行礼不在话下 他上前扶了扶身 皇上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皇后上前几步扶起沈初威 你还在坐月子 你就免了 快到床上歇着 谢皇后娘娘沈初威 在皇后催促下回到床上躺住 皇帝进来后扫了眼屋内 看见婴儿床 她走过去 发现床内是空的 她皱了皱眉 孙子孙女呢 他们在哪里 萧锦言道回父皇 奶娘报到偏店喂奶了皇帝 是特意来看孙子孙女的 结果来的不是时候 两个小家伙都在偏店喝奶 现在只能等了 皇后拿着精致的礼盒 来到床边坐下来 一边打开礼盒一边说 沈良娣 本宫给宝宝们在玉造司 定着两只长命锁 你瞧瞧怎么样 沈初威看住 皇后手上的礼盒 颜色为暗红色 上面雕花图案十分繁复 只是丹丹这礼盒就很奢华 她好奇地拿起一只长命锁 古代名将打造的首饰 丝毫不比现代工艺差 金锁小巧制作精美 她手里那只是雕筑龙纹图案 另外一只上面雕筑凤凰图案 两只放一起 刚好是一对 皇后盯着沈初威手里的 龙凤长命锁道 当初没想到是龙凤胎 想着龙凤成祥 便让玉造司定制了 龙凤长命锁 那说明皇后娘娘有远见 两只长命锁很漂亮 沈初威毫不吝啬地夸道 皇后每次准时的东西 只要沈初威认可 她就觉得十分有成就感 因为她觉得只要沈初威喜欢 宝宝们一定也喜欢 皇帝坐在榻上 喝着春喜风的新茶 听着皇后与沈良帝聊天 她发现一个问题 皇后不只知道沈良帝有了身孕 还知道沈良帝怀的是双生子 月儿太子估计也早就知道了 唯独她这个皇帝不知道 说不生气是假 别人瞒着她便算了 但皇后却瞒着她 这才是让她郁闷的原因 他们可是夫妻啊 皇帝越想心里越憋闷 皇后是越来越不把她放心上了 她在心里又叹了口气 萧锦炎站在一旁 听着皇帝内心想法 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遗国之主 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妻子 为了保护妻子做出那么多 这也是因为为什么 后宫宠妃从未断过 宁妃没了 又有了和美人 现在已经是和婕余 这么短时间内 从才人晋升到婕余 足以让后宫的女人嫉妒 不出意外 很快便是平位 萧锦炎望向母后 父皇从未与母后说过心里的想法 自然也得不到母后的回应 在母后眼里 父皇不过是沉浸美色的男人 左拥右抱 娶她不过是因为巩固太子之位罢了 萧锦炎的目光又望向小九 她不会和父皇一样 她不会让小九误会 也不会让小九觉得 自己是她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这时乃娘抱着桃桃苏苏回来 看见皇帝皇后娘娘都在 乃娘急忙上前行礼 皇上 皇后 万福惊安 皇帝正郁闷喝着茶 见乃娘抱住孙子孙女来了 她立刻放下手里的茶盏 吩咐到把皇孙女抱过来 给朕瞧瞧 点名要皇孙女儿 乃娘哪敢怠慢 急忙抱着苏苏来到皇帝面前 皇上 皇孙女儿正醒着 因为是冬天 苏苏身上裹着小棉被 结实结实的 皇帝瞧着巴掌大的小脸 粉嫩嫩的 那双乌黑的眼睛 正一眨不眨地盯住她看 快给朕抱抱 是奶娘将苏苏递到皇帝面前 皇帝迫不及待地 将皇孙女儿抱过来 太久没抱这么小的娃 她抱得小心翼翼 苏苏一直睁着眼睛看 弱弱的小手不知怎么地 从被褥里挣扎出来 胡乱挥舞着 皇帝抱过不少皇子 因为膝下舞女 皇孙女还是她头一个抱的女娃娃 看见孙女的手 皇帝将自己的手指伸过去 便被孙女一把抓住 别看苏苏人小 抓住的东西便不放手 皇帝高兴地哈哈大笑 皇后 你看 孙女牵着针的手指呢 皇后这回也走过来 瞧见孙女抓着皇帝的手 也觉得好玩 虽然气狗皇帝 但面前这一幕 任谁看了 都会忍不住笑出来 皇帝又高兴地道 皇后 你看 孙女对朕笑了 只见苏皮两眼弯弯 咧嘴小嘴 笑得特别甜 之前皇后说孙女会笑 她还不信 现在瞧了 她孙女笑得可真甜 真的很像芙蓉高 萧景妍也没忍住走过来 瞧见女儿笑得这么甜 便想到小九 小九也是一个爱笑的人 苏苏很像小九 皇后抬起头看向太子 太子 宝宝们取名字了吗 萧景妍道 回母后 沈良帝给宝宝们取了乳名 哥哥叫陶陶 妹妹叫苏苏 陶陶 苏苏 皇后立刻想到了陶苏 陶苏 那不是吃的吗 萧景妍道 是的母后 皇帝瞧着孙女 那肉肉的小手 抓着自己的手 咧住小嘴笑的样子 她跟住笑 苏苏 挺好听的 皇后在心里默念苏苏 臣妾也觉得好听 只是陶陶 臣妾也觉得 向女孩子的名字 萧景妍解释道 母后 陶陶可以当成 陶妻的陶 很适合男宝宝 这样解释 还不错 皇后将陶陶抱过来 与苏苏相反 陶陶睡得很是香甜 陶陶睡得真香 皇帝盯着苏苏 舍不得移开目光 她抽空看向陶陶 与皇后所说的一样 睡得很香 皇帝盯着苏苏 瞧了一会儿 眉眼含着笑 苏苏没睡 肯定是因为知道 朕要来看她 瞧她那双眼睛 像会说话似的 若是会说话 一定会喊真皇爷爷 皇后忍不住翻白眼 狗皇帝就知道 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么小的孩子懂什么 皇帝唤了一声 苏苏 沈初微坐在床头 看住皇帝皇后抱着两娃 那感觉就像普通的爷爷奶奶 对住自己的孙女孙子 宠爱有加 她打了个哈欠想睡 但皇帝皇后还在 她不敢睡 皇帝抱着苏苏 不舍得放手 小家伙睡住了 那只小手 还抓着皇帝的手指不放 就是因为如此 皇帝越看越喜欢 恨不得带着苏苏 去御书房 这样便可以实时瞧见 最后还是皇后提醒皇帝该走了 因为她瞧见沈初微一直在打瞌睡 两只眼睛打架打得难分难舍 奶娘要接过苏苏 放回小床上 被皇帝瞪了一眼 吓得后退几步 皇帝亲自抱着苏苏 来到小床前 将苏苏 放在桃桃身边 瞧着两个宝宝 长得很像 不愧是龙凤胎 皇帝一一不舍地 跟住皇后走了 出了和欢殿 皇帝眉眼依旧含着笑 皇后 苏苏和镇长得是不是有些像 皇后忍不住翻白眼 苏苏才不会像你 也不照镜子瞧瞧 苏苏那么可爱 像你才见鬼了 苏苏很可爱呢 狗皇帝 你可爱吗 真不要脸 皇帝又说 俗话说得好 孙女儿长得像爷爷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皇后 俗话什么时候说的 我怎么没听过 皇帝没发现皇后那一脸的嫌弃 她问 皇后 你说给苏苏选什么封号好 封皇太孙女已经是无上荣宠 现在加封号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虽然嫌弃狗皇帝 可苏苏封号万一选一个好的 皇后想了好一会 说 选安乐如何 安乐 平安喜乐 皇帝想了一会道 不错 就定安乐吧 带满月宴一起进封 沈良帝真会取名字 苏苏 这名字真好听 皇后又想到孙子 陶陶也不错 男孩子嘛 陶起一些也是有的 皇帝赞同点点头 随即他想到一件事 皇后 太子想立沈良帝为太子妃 皇后顿了顿 太子的想法无可厚非 那皇上答应了吗 皇帝无奈地道 立太子妃岂是这么容易的 沈良帝连个厚盾都没有 太子妃可是未来皇后 不可马虎皇后到 臣妾倒觉得沈良帝当 太子妃不错 陶陶苏苏 也可以名正言顺地 当嫡长子嫡女 嫡鲁可是差别很大的 皇帝文言 又是叹了一口气 皇后说的有道理 苏苏是 嫡女身份也会不一样 让朕再想想 皇帝皇后一走 沈初威便支撑不住 倒头便睡 萧景言瞧住儿子女儿 从刚才父皇的举动来看 喜欢苏苏胜过陶陶 刚出生便封了皇太孙女 若是子嫔母贵 小九当太子妃 会比较容易 夜深人静时 睡得正香的沈初威 忽然被胀痛感弄醒 她难受地哼了哼 萧景言这些日子睡眠很浅 听到小九哼哼便醒了 急住床头夜明珠的光 便看见小九眉头紧皱 像是不舒服 小九 你怎么了 沈初威难受地哼了哼 这里疼 好疼啊 萧景言的视线望向小九手指柱的地方 她伸手摸了摸 发现胸前的衣服湿了一大块 第370章 太子爷很温柔体贴 皇帝与皇后抢苏苏 原本并不算很清醒的萧景言 这会被吓醒了 衣裳怎么湿了 沈初威睡眠一向很好 若不是被疼狠了 压根醒不过来 她揉了揉眼睛 低头看住身前 突然反应过来 之前生产完时并没有奶 她以为没有 所以没去管她 谁知道今日又有了 景言 萧景言动手解开她的衣裳 里面粉红肚兜已经湿透了 她大约也猜到了是什么原因 她抬眸望向沈初威 小九 这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沈初威眉头紧皱 她即便会医术 可是她没专攻这一类啊 她学医纳会 可没过自己会结婚生孩子啊 我去拿毛巾给你擦擦 萧景言起身下床 让首爷的婢女准备热水 萧景言取来前进的衣裳 放在床头 拿着毛巾沾了些温热水 替小九擦拭着身体 只是不管怎么擦 还是会有 沈初威与萧景言相视一眼 前者尴尬 后者有些担忧 沈初威疼得有些受不了了 她红住眼道 景言 你把淘淘素素抱过来吧 萧景言道 宝宝们不久前 才被奶娘送过来啊 沈 初威无力地躺在床上 完了 今晚别想睡觉了 萧景言将人搂在怀里 贴着她耳边道 小九 我帮你 沈初威抬起头 便对上一双极其认真的毛子 那一眼望不到底的凤毛 让她不由地唆唆 最后 沈初威也不知道 怎么答应萧景言的提议 好在解决了当前难题 沈初威瞬间感觉轻松了不少 虽然过程让人羞涩 萧景言收拾好后 抱着她 闻着她身上的甜香以及奶香 歇息吧 男人嗓音有些呀 不用萧景言多说 沈初威这会也困到不行 闭上眼睛几乎是秒睡 萧景言经历刚才的事 怎么也睡不住了 隔天清晨 沈初威从婴儿的啼哭声醒过来 她睁开眼睛 便看见奶娘将淘淘酥酥抱出去 春喜转身瞧见沈初威醒了 笑着道 小主 您接着睡 沈初威很想困 想到今日晚膳 她提议 我想吃 烧卖油条 春喜道 小主 您现在可是在坐月子 那些餐点是不能吃的 沈初威叹了口气 作为吃货 这不能吃 那不能吃 才是最折磨人的 自从凶胀胀后 沈初威也时不时为孩子 来缓解胀痛感 若不是因为月子里 需要多歇息 不然徐策飞与桃梁院 日日来和欢店才好 桃桃苏苏 一天一个样子 养了半月 那模样与刚出生那两天 完全殿下不同的 桃桃贪睡 每日大部分都在睡觉 苏苏会常常醒来 玩一会儿再睡 萧景波每次来 都会带小玩意来玩 桃桃苏苏玩 这次萧景波准备了 两只小木马 他特地让人雕刻出来的 木马表面打磨得很光滑 韩姑娘瞧见他宝贝似的 拿着两只木马 自从沈良帝生了过后 萧景波可以说是 隔三差五地去东宫 波王 萧景波举起手里 两只木马 高兴地给他看 韩姑娘 你看这两只木马 是不是很可爱 韩姑娘上住那两只 栩栩如生的木马 点点头 嗯 我也觉得很可爱 萧景波站起身正要离开 看见韩姑娘 站在自己面前 他又停下脚步 问 你想去看看桃桃苏苏吗 韩姑娘 也没拒绝 好 萧景波高兴地带住 韩姑娘去了东宫 沈初威刚喂完奶 春喜将桃桃苏苏 放进小床里的时候 萧景波与韩姑娘 在婢女的通船下进来 沈初威瞧见 许久不见的韩姑娘 发现韩姑娘变化挺大的 而且两人站在一起 他又发现 萧景波与韩姑娘 差不多高了 他记得去年 萧景波比韩姑娘矮一劫的 见面难免要客套一番 萧景波笑嘻嘻地道 嫂子 我带韩姑娘过来 瞧瞧桃桃苏苏 沈初微点点头 萧景波拉着韩姑娘 来到小床前 指着穿住粉色衣上的宝宝道 这是妹妹 苏苏苏韩姑娘 垂眸瞧着苏苏 此刻正用小手抓着被子 自得完 自得的 随后 萧景波又指着 穿住蓝色衣上的宝宝道 这是哥哥 陶陶 为了区分陶陶苏苏 衣上特意用不同颜色来区分 陶陶闭着眼睛 睡得正香 韩姑娘瞧着 两个长得特别相似的宝宝 不怪萧景波总是想往这里跑 的确挺招人喜欢 萧景波将两只木马 分别放在陶陶和苏苏身边 知道他们还小 没办法玩 但他就是控制不住的手 每次来都要带点东西 萧景波将小窗里的苏苏抱起来 抬眸看了一眼 韩姑娘道 韩姑娘 你抱抱苏苏 韩姑娘愣了一下 我 萧景把用力点点头 愣 苏苏很好玩的 韩姑娘瞧着苏苏 迟一了一会 从萧景于怀里抱过来 第一次抱孩子 难免有些紧张 苏苏那双好看乌黑的双眼 盯着韩姑娘看 小手一把抓住她的发丝 便不舍得放 最后 还是萧景波从苏苏手中 将韩姑娘的头发 救出来 等出来和欢店 萧景波问韩姑娘 苏苏是不是很可爱 韩姑娘点点头 笨 萧景波闻言得意到不行 等陶陶苏再长大些 我就可以带着他们到处玩了 韩姑娘瞧着萧景波 那得意的模样 抿着唇眉吭声 皇帝每日忙碌 难得抽出时间 拉着皇后去东宫 看陶苏苏 皇后几乎每日都会去和欢店 瞧着狗皇帝那迫不及待的镜头 心里哼了一声 早前吧去了 皇帝说 几日不见 苏苏也不知道 还记不记得镇这个爷爷 皇后冷不丁破了一盆凉水 苏苏那么小 不记得很正常 皇帝却道 朕倒觉得 苏苏很聪明 一定会记得镇 皇后 不要脸 满月宴筹备得差不多了 到时 朕亲自抱着苏苏 参加满月宴 皇帝非常期待 几日后的满月宴 让所有人知道 她有皇太孙女 皇后立刻不高兴了 皇上不要跟臣妾抢苏苏 第三百七十一章 瞧把皇爷爷心疼的 突如其来的表白 皇帝没注意到 皇后不高兴的小脸 她爽朗地笑了两声 皇后不是一直喜欢皇太孙吗 朕就不与你抢桃桃了 朕抱着苏苏便可 皇后文言更气了 臣妾是喜欢皇太孙 可不妨碍臣妾喜欢苏苏啊 皇上一个大男人 怎么好意思与臣妾抢 再说 皇上之前 可是一点也不在乎沈良帝呢 皇帝里亏 她拉住皇后的手 软声细语的道 好了 皇后 咱们先去瞧瞧桃桃和苏苏 皇后哼了一声 任由狗皇帝 牵着她的手到东宫 沈初威这月子 是掰住手指投鼠过来的 眼看着快出月子了 她比平常都兴奋 看住小床里的桃桃苏苏 她发现 哥哥特别爱睡觉 即便妹妹碰到她 她依旧是自己睡自己的 妹妹呢 就比较会闹腾 一天醒住的时间 是哥哥的两杯不止 哥哥醒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喝奶 所有人来了 都要抱抱苏苏 逗逗她 因为苏苏会伸小手互动 时不时咧嘴笑一笑 特别招人喜欢 其实 才一个月不到的婴儿 是看不见远处的东西的 只有超级近的距离 才能看见一些东西 也不会笑 咧嘴笑的原因 是不由自主做出来的 并不是看见谁 或被逗笑的 沈初威见苏苏和晚奶 便不睡了 也不吵 小手揪着被子 时不时咧嘴笑 像是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结婚生孩子 她好像也没结婚 但孩子是生了 沈初威用小手 戳了戳宝贝们的小脸 陶陶 苏苏 你们是第一次当宝宝 什么都不懂 我呢 也是第一次当娘 也是什么都不懂 日后要互相关照呀 萧景妍进来时 便听见这么一句 她笑着走过来 还有本宫 本宫也是第一次身为人妇 若做得不好 你们也多担待些 审出微台起头 看见萧景妍 她笑嘻嘻地拉住她的手 便吓 你 瞧瞧苏苏 喝完奶一直在玩被褥 萧景妍垂眸瞧着苏苏 小小的脸蛋上 就数那双眼睛最引人注目 和小九的心眸很像 亮晶晶的 像会说话似的 无论春席怎么把苏苏的手 放进被褥里 最后都会被苏苏拿出来 小手揪着被褥便往嘴里送 将粉红色的被褥舔湿 本宫瞧住她 日后恐怕也是你一样 是个贪吃的性子 萧景妍看向沈初薇 眼底竟是温柔 这都能看出来 沈初薇瞧着自己的闺女 那张刚喝过的奶的小嘴 正在舔着被褥 小孩子不都这样吗 门外突然传来 李公公奸细的嗓音 皇上 皇后娘娘驾到 话音未落 门口的帘子被婢女们掀起来 皇帝与皇后先后进来 萧景妍与沈初薇 上前行礼迎接 皇上 皇后娘娘万福惊安 皇后见沈初薇行大礼 同为女人 太了解女人生产有多伤元气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太子 快扶沈良帝起来 沈良帝生产后身子还没恢复过来 多歇息最好事 母后萧景妍扶住沈初薇的手起来 皇帝的目光惺惺念念地望向小床 问 陶陶苏苏苏睡了吗 萧景妍道 回父皇 陶陶陶睡住了 苏苏还是醒住的 皇帝闻言 阔步来到小床前 垂眸瞧住里面兄妹二人 陶陶双眼紧闭 睡得极香 苏苏睁着黑漆漆的双眼 那小嘴正舔着被褥 蒙得她一脸 苏苏 皇爷爷抱你出来玩 好不好啊 皇帝嘴上询问 双臂已经伸进小床里 将还在啃被褥的苏苏抱起来 婴儿体重很轻 又是双生子 养了鱿鱼 也不及单胎的重量 皇帝一直想要公主 奈何皇后一直没怀上去 好不容易有点玉玺的症状 结果还是因为吃撑了 这会有了皇孙女儿 第一眼瞧见苏苏的时候 她就非常喜欢 皇帝抬起头看向太子 不悦得道 苏苏这是饿了吗 怎么再肯被褥 萧景妍道 父皇 苏苏 刚刚吃过 苏苏这是玩吧 瞧她 知道我们在看她 那眼睛正在看我们呢 皇帝闻言赞同点点头 苏苏很贪玩呢 皇后将自己的手指 伸到苏苏的手边 逗弄着苏苏的小手指 苏苏像是发现什么好玩的 弱弱的小手松开被褥 一把抓住皇后娘娘的手指 便不放了 皇后高兴地笑出声 这会她能体会到 苏苏抓住狗皇帝的首饰的心情了 苏苏抓住臣妾的手了 皇帝瞧见了也高兴地笑起来 苏苏是瞧上你的手指上的扣单了 皇后细长的手指上 涂抹着红色的扣单 颜色亮丽 皇后惊喜地发现 苏苏喜欢红色吗 满月那天穿红色的吉服 苏苏肯定会喜欢 在得知有皇孙女时 皇帝就让上衣局 给孙女定着红色的吉服服 孙子也是红色的吉服 皇后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下 便笑着道苏苏小脸粉嫩嫩的 穿红色的衣裳 肯定好看 沈初威瞧着这一幕 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要皇帝与皇后来 都会抱着苏苏聊上好一会儿 贪睡得滔滔被抱的次数 还不及苏苏的十分之一 不过人家不在意 人家只想睡觉而已 沈初威 这一辈子就两个爱好 一个是每天吃好吃的 再一个是想睡便睡 想着过两日便可以出月子 就不用忌口了 她拉着萧锦妍的衣袖 殿下 宝宝们满月 咱们庆祝庆祝怎么样 萧锦妍见她这么有兴趣 便问 你想如何庆祝 沈初威笑兮兮地道 庆祝当然 得 有美食啊 好吃好喝的 都得有 萧锦妍一眼便看出 沈初威的想法 不过是自己嘴馋了 坐月子这段时间 的确是委屈她了 很多东西不能吃 父皇已经准备了满月宴 沈初威眼眸一亮 真的 萧锦妍低笑 当然是真的 本宫何时骗过你 沈初威感叹 脱桃桃酥酥的福 她又可以吃宴席了 皇帝让准备的宴席 可以搜罗所有的宫廷美食 沈初威想到自己珍藏很久的烟火 她凑到萧锦妍耳边道 臣妾还有好东西 庆祝宝宝们满月 萧锦妍问 什么东西 沈初威一脸神秘的道 等晚上 没 人的时候 臣妾拿出来给殿下瞧瞧 萧锦妍来了兴趣 好 沈初威嘿嘿一笑 这里的烟火 她是见识过的 虽然品种多 也是五彩缤纷的 可是与现代相比 还是要差不少的 她要让萧锦妍瞧瞧 咱们现代的烟火 有多神奇 苏苏完累了 便睡住了 皇帝与皇后 这才放在苏苏 回凤一宫的回凤一宫 回御书房的回御书房 各自忙活 夜深人静的时候 沈初威将自己私藏的烟火 提前从空间取出 等到萧锦妍回来时 沈初威抱着烟火 裹着狐球 和萧锦妍来到偏僻的角落 萧锦妍将狐球的帽子给她戴上 虽然快出月子了 还是要注意一些 免得落下病根 沈初威笑的眉眼弯弯 臣妾知道了 萧锦妍瞧着沈初 喂 手里巴掌大的东西 将信将疑 这就是 说的好东西 当然 殿下待会瞧了 便知道 沈初威先卖了一个关子 她拿着烟火来到空地上 然后取出火折子 其实空间里有点火器 也有打火机 只是她拿出那么多 现代的东西 萧锦妍总是问她拿来的 她都不好回答 例如上书引诵的物资 自热饭等等 萧锦妍早就好奇怀疑了 还好她会煸 用火折子点燃烟火后 沈初威便小跑柱 来到萧锦妍身边 抓着她的手臂 让她看 殿下 你瞧好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话音刚 落 烟火冲到夜空 绽放时 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的形状 萧锦妍瞧见烟火绽放时 绚烂瞬间 看见一个大大的爱心事 争住 她听沈初威说过笔心 爱心是表白我爱你的意思 以前小九说的那些喜欢爱的 只要仔细认真的回想 便知道都是小九嘴甜说的话罢了 没想到 小九居然用这种方法对自己告白 沈初威看见爱心愣住了 怎么会有爱心的烟火 烟火是别人送给她的 说是无论开心与否 拿出一个烟火出来放 高兴时当庆祝 不高兴时便拿来开心 头顶传来熟悉的嗓音 小九 沈初威抬起头 面前一道阴影笼罩下来 被夜风吹过的唇板 带着丝丝凉意 很快便便的温热 萧锦炎定定定地瞧住她 我意识如此 沈初威还没反应过来 她这句话里的意思 又听见她问 还有烟火吗 沈初威下意识地点点头 萧锦炎 我想要 萧锦炎点名要烟火 沈初威找了许久才找到她想要的 就是不知道她要烟火做什么 很快 到了满月焰那天 皇宫里张灯结彩 鞭炮齐名 桃桃与苏苏在春喜的帮助下 穿上红色的肌服 贪睡的桃桃 难得睁开眼睛 好奇地打量住四周 那眼睛与苏苏一样 亮晶晶的 第372章地后 抱着孙子孙女参加满月宴 天降即兆立太子妃 春喜刚替苏苏穿上红色的肌服 便看见桃桃睁开眼睛 笑着对沈初威道 小主 皇太孙也醒了呢 是吗 桃桃知道今天是满月宴 会很热闹 沈初威拿着两顶皇后 亲手做的小虎帽走过来 便瞧见桃桃睁住眼睛四处张望 桃桃 这是皇奶奶给你做的小虎帽啊 咱们戴上去参加满月宴 沈初威将红色的小虎帽 戴在桃桃小脑袋上 桃桃眨巴两下好看的双眼 眼里满是疑惑 苏苏 别急 咱们也有沈初威 拿起另外一顶小虎帽 戴在苏苏的小脑袋上 戴完小虎帽后 沈初威忽然想到长命锁 他又取来龙凤长命锁 分别戴在桃桃和苏苏脖子上 这时 李公公与青鹰摩摩掀开帘子进来 笑呵呵地道 沈良帝 皇上皇后让咱们来抱皇太孙皇孙女儿 沈初威瞧着时间还早 有些疑惑地问李公公 现在就要抱过去吗 李公公笑着点头 沈良帝正是如此 沈初威叮嘱道 那你们要当心些哦 外面风大 青鹰温声道 沈良帝放心 奴婢们是坐轿子来的 皇太孙皇孙女儿 不会吹到寒风 沈初威这才安心地 让他们抱走桃桃和苏苏 等人走了过后 春喜提醒 小主 你也该盛装打扮一番了 为了吃宴席 沈初威只好点头硬了 沈初威已经不是第一次盛装打扮 依旧不习惯那繁琐的礼服 以及超级重的头饰 盛装打扮后 沈初威跟住萧景岩去了乾清宫 这次的满月宴 连文武百官都来参加了 沈初威进来时 一眼望去 全是人 萧景岩是太子 坐在的位置在皇后身边 沈初威自然也坐前面 皇帝与皇后在宫女们的簇拥下 走进乾清宫 两人怀里 一人抱着一个奶娃娃 皇帝抱着苏苏不舍地放手 气得皇后动手想揍人 但当她看见桃桃 睁住眼睛看她时 心立刻软了 桃桃终于不贪睡了 可以逗她完了 帝后二人踏进乾清宫时 无论是宫里的人 还是文武百官 目光齐齐看过 早就听说太子的良帝 诞下一对龙凤胎 皇帝高兴 特意举办的满月宴 这也是龙凤胎首次露面 瞧见皇帝抱着孩子 下意识地认为是小皇太孙 满面春风的模样 就可以看出皇帝很高兴 待帝后落座后 三宫六院 文武百官 齐齐起身向帝后行礼道贺 恭喜皇上皇后娘娘 喜得龙凤皇太孙 皇孙女儿 皇帝低头看住怀里的苏苏 在大家高声贺喜时 苏苏并没有害怕 一只小手抓着皇帝的手指不放 那双好看的眼睛眨巴两下 忽然就咧嘴笑了 皇帝爽朗的笑出声 都起来吧 皇上如此宠爱皇太孙 亲自抱着参加满月宴 这可是太子殿下的长子 皇上自然是喜欢的 文武百官说着鳄鱼奉承的话 皇帝听着下面的议论声 难得没生气 你们都猜错了 这市镇的孙女 汝名苏苏 皇帝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惊呆了 皇帝抱着的居然是 皇孙女儿 他们以为皇帝如此高兴 是因为太子殿下得了长子 又是龙凤胎 瞧见皇帝愉悦的眉眼 便知道皇帝很喜欢皇孙女儿 皇帝侧头看向皇后 继续笑着 皇后怀里抱住的 才是皇太孙 皇后虽然 弃皇上和他抢酥酥 可是看见陶陶用他那好看的眼睛 看住自己时 也就不和皇帝计较了 沈初威出月子第一天 一个月没好好吃了 现在美食当前 哪里能忍得住 他一边吃着 不时看了一眼儿子女儿 看见皇帝与皇后抱着 一直没放过 萧锦言加了一块烧鹿精 放进沈初威面前的碗里 尝尝这个 沈初威瞧着碗里 叫不出名字的菜 带着好奇夹起来 送进嘴里 发现挺好吃的 席间 大家开始送满月鹤里 大家准备的鹤里 都会十分用心 都是挑最好的 最珍贵的 生怕被比下去 皇帝瞧着大家送的鹤里 看见其中一个玉石百剑 拿起来递到苏苏面前哄他 苏苏 要玩这个吗 皇后瞧见了 急忙提醒 皇上 苏苏才多大 你就拿那么大的东西 给他玩 万一砸到他怎么办 皇帝解释道 朕知道 朕怎么可能会伤到苏苏呢 底下送礼的还在继续 沈初威可能是因为刚出月子 肚子有些不舒服 他小声告诉萧锦言后 便提着裙摆退出去 殿内 并没有人发现 沈初威的离席 出了乾清宫 沈初威迫不及待地 往工坊走 春喜一路跟住 怕自家小主摔了 工坊距离乾清宫 有些距离 走了好一会儿才到 等解决完生理需求后 沈初威 长长地长了一口气 春喜见沈初威出来 他提醒道 小主 您慢些 奴婢扶您去偏殿 用些熏香 古代出宫完后 会沐浴 也会用熏香 目的就是曲掉异尾 回去的路上 遇见一个熟人 一个半年没见的人 悟坛 你还在宫里啊 我还以为 你已经出宫 回白马寺了 悟坛双手合十 沈良帝 是皇帝让平僧留 在宫里念经祈福 前些日子正要回去 皇帝命平僧 为皇太孙皇孙女儿 抄写经文祈福 原来如此 沈初威 还是有点了解这里的 信奉佛 也信玄学 所以不难理解 皇帝让悟坛念经祈福 悟坛盯着沈初威瞧了好一会 宫里规矩多 虽然同在宫内 想见上一面 却很难 他心里的疑惑 一直未解开 听闻沈良帝 喜得龙凤胎 一直没机会 恭喜沈良帝 准备了贺礼 也找不到机会 送出去 沈初微笑了笑道 没事 心意到了便好 悟坛却道 沈 良帝可愿意等一会 平僧现在回去哪 不用了悟坛 我还要回去呢 离习太久了不好好吧 其实他是急着回去吃习 不过话说回来 悟坛 一个和尚本来就没钱 还要准备贺礼 不如留着自己花 悟坛谋色顿了顿 也没抢求 那 下次有机会 再送给沈良帝 问问 我先回去了沈初威辉挥手 便在春喜的搀扶下 回了乾清宫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席位上 发现大家的贺礼还没送完 陆昭衍突然离席 上前坐衣行礼 皇上 微臣有事禀报 皇帝抬起头看向陆昭衍 嗓音愉悦 陆爱卿 有何事禀报啊 陆昭衍 皇上 今日是皇太孙 与皇孙女儿的满月宴 微臣夜观星象 发现西南方向 会天降吉兆 身为异国的皇帝 听见天降 吉兆 立刻来了兴致 陆爱卿 此话当真 陆昭衍道 回皇上 虚实三刻 皇上借时一步出去 便可看见 皇帝闻言 侧头询问李公公 现在什么时辰 李公道 回皇上 刚过虚实 皇帝吩咐道 一步乾清宫外 李公公大喊一声 一步乾清宫外 还在吃住 烧鹿惊的沈初威 闻言抬起头 看向萧景岩 发现他已经起身 他被迫放在筷子 跟住萧景岩离席 文武百官 在皇帝的带领下 走出乾清宫 等待天降吉兆之下 冬天的寒风 凛冽刺骨 皇帝抱着苏苏 特意让人 拿了毯子喊上 就怕冷住苏苏 皇后同样拿了毯子 裹着孙子 以免感染风寒 沈初威 由萧景岩牵着手 站在地后身后 好奇地望向西南方向 陆大人说的话 他一向深信不疑 第一次观看天降吉兆 他还是比较期待的 就在大家静静等待时 西南方向 漆黑的夜空突然亮起来 白光乍现 所有人的目光 起起监盯着那道白光看 紧接住 白光突然绽放 一只金色的凤凰 出现在西南方 皇上 那是凤凰啊 皇上 这是天降吉兆 大夏的福运啊 文武百官瞧见了 开始欢呼出声 皇帝瞧着西南方向 出现的金色凤凰 也是惊呆了 他觉得大夏的上天庇佑 让他喜得 皇太孙 皇孙女儿 这会又天降吉兆 喜上加喜 在所有人都惊叹 天降吉兆 到金凤凰 寓意住大夏 繁荣富强 国太明安 陆昭衍上前两步 行李作医 皇上 天降吉兆 也是立太子妃的好时机 立 谁为太子妃啊 雪月公主骂 会不会是长江军的嫡女 怎么可能是长江军的嫡女 长江军的嫡女 心机深沉 已经降为凤仪了 这很容易猜啊 当然是沈良帝 他为太子生了龙凤胎呢 有人提及 大家齐齐望向太子身边的沈良帝 虽然不是一眼惊艳的美人儿 可当你多看几眼时 便会发现 他堪比倾国倾城之貌 他貌美却不明艳张扬 也不昧俗妖艳 认真观察发现 太子每次出席 带的都是这位沈良帝 皇帝听着大家的议论声 视线望向沈良帝 可能是因为年纪小 看着不像是生育两个孩子的娘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苏苏 嫡数无论是在皇室 还是在宫外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沈良帝的身份 确实不够资格当太子妃 第373章 狗皇帝为了苏苏 起了这样的心思 与皇帝正面杠 在皇帝纠结时 皇后的目光也看过来 他知道狗皇帝在犹豫的原因 是沈初威的身份 太子妃的身份 必须出生名门世家 可沈初威出生于沈尚书府的颅女 而沈尚书已经革职 所以说 沈良帝身后空无一人 他当年能顺利当上太子妃 完全依靠母族 而皇帝当时 就是看中他母族的声望 以及权力 说起来 不如沈良帝 至少 太子妃不是因为 沈良帝对他有帮助 才会想着扶沈良帝 为太子妃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沈初威疑惑地 看向萧景妍 她垫住脚尖凑近 小声询问 殿下 那个好像是臣妾给你的烟火 那凤凰好像昨晚 萧景妍问他有 没有凤凰形状的烟火 他找了一圈 才找到一个 刚才西南方向的金凤凰 真的很像烟火图案 萧景妍点点头 沈初威明白了 所谓的天降级照 不过是萧景妍安排的 所以陆大人故意说 是天降级照 他开始有些怀疑 陆大人是否真的很深 皇帝成因许久 太子的确立太子妃 至于立太子妃之事 朕与皇后在商议商议 萧景妍握紧沈初威的手 今日若不能让 父皇立小九为太子妃 恐怕 沈初威感觉 握住自己的那只手 力道有些大 明明是冬天 可手心里冒汗了 殿下 您在紧张吗 她用只有两个人的音量问 萧景妍垂眸瞧着小九 紧张 她当然紧张 利用儿子女儿 利用制造假的吉兆 不就是为了 立小九为太子妃吗 相比沈初威 她的确是太紧张了 等皇帝与皇后 单独在一起时 沉默许久的皇帝提议 皇后 为了皇太孙皇孙女儿的 长笛身份 正想给他们寻个身份尊贵的母 皇帝话还没说完 就被皇后对了一脸 皇上这话可真敢说 您不如直接立审良帝 为太子妃呢 如果不能 也别打这个主意 做人不能太心狠 这样也会失了人心 皇后身为女人 又身为人母 太了解自己的孩子 不能养自己身边的痛楚 狗皇帝居然动了这个心思 简直不要脸 皇帝叹了一口气 皇后 朕不过是提议罢了 朕 臣妾瞧着皇上心里 就是这么打算的吧 自然您瞧不上沈良帝 那苏苏 你也别抱住了皇后说着 将怀里的陶陶递给清英 自己则是从皇帝怀里 将苏苏抱过来 皇帝瞧见苏苏 被皇后抱走 她急忙站起身 想把苏苏抱回来 结果扑了个空 皇后 朕哪里瞧不上沈良帝 朕不过是为日后大局考虑 那您自个顾全大局吧 别带上苏苏皇后 瞪了一眼狗皇帝 扭头对清英道 咱们回去 诺 清英跟住皇后走出偏殿 皇帝见皇后把苏苏抱走了 她急忙追上去 皇后 你得震回来 皇后压根不理皇帝 抱着苏苏 带着陶陶出了偏殿 亲手将宝宝们 交给沈良帝 萧景岩一直在等结果 见母后气冲冲地走出来 大约猜到此事还没结果 皇后说 桃桃苏苏已经睡住了 你们先带他们回去 萧景岩从皇后怀里将女儿抱过来 儿臣知道了 沈初威抱着桃桃 跟住萧景岩乘坐马车回东宫 皇帝追出来时 便看见太子抱住苏苏上了马车 再看皇后 发现皇后一甩小手帕便往外走 她大步追上去 直到凤一躬 皇后 皇后冷眼瞧住狗皇帝 皇上 还有事吗 皇帝解释 当然有事 朕不过是想到先帝开过仙河罢了 所以才与皇后说起这件事 皇后 哼了一声 臣妾若多说几句 便是大不敬 可臣妾还是想说 您是皇帝 处处为皇司考虑再正常不过 毕竟生孩子的不是你们男人 轻飘飘的一句话 无足轻重 可落在别人身上 犹如千斤重锤 伤人不见血 皇帝叹了口气 朕明白 皇后 明白个屁 狗皇帝真的是欠揍 东宫 和欢殿 淘淘素素吃饱后便睡住了 沈初微躺在床上 瞧着堆成小山的满月鹤里桥 萧景岩出来时 看见的便是这一幕 待明日 让春喜收拾进库房便可 嗯 沈初微也是这样想的 萧景岩上床将她搂进怀里 刚沐浴完的她 身体温暖的 像个大火炉 冬天 沈初微最喜欢贴住萧景岩睡觉 因为暖和 你放心 我会尽快让父皇答应立你为太子妃 沈初微原本想说 太麻烦便算了 只是没等她开口 萧景岩便低头吻她 静于这么久 此时软玉在怀 难免行动 萧景岩抽空将陆昭衍叫过来 陆昭衍刚来就被萧景岩说了一顿 然后商议接下来如何处理后续问题 皇后这几天天天来和欢殿 陶陶苏苏苏的五官一天比一天好看 爱笑的程度也变了 皇后轮流抱着陶陶苏苏 还不忘安抚沈初微 本宫觉得 你当太子妃也不错 皇上不同意 咱们就不让她抱陶陶苏苏 气死她 沈初微觉得皇后威武霸气 反正她是不敢这么对皇帝 只是后来 沈初微身为义工之主 不但敢对新登记的皇帝发脾气 还敢让她睡书房 春喜掀开帘子进来 皇后娘娘 皇上来了 来便来了 本宫出去瞧瞧皇后将苏苏放回小床边 这便起身走出来 才刚走出来 便看见皇帝迎面走过来 她扶了扶身 皇上 皇帝瞧见皇后 她一脸的惊讶 皇后也在啊 那就一起进去吧 皇后伸手拦住狗皇帝 皇上 陶陶和苏苏已经歇下了 皇帝说 无碍 朕进去瞧几眼便可 皇后拦着没动 皇上 陶陶和苏苏好不容易睡下 您进去吵醒他们不好办 皇帝再不知道皇后是故意的 那便是傻了 她朝里面瞧了几眼 苏苏这会估计还没睡 皇后 朕起初也是为了苏苏他们好 再说 朕也只是与随口你说说罢了 别当真 第三百七十四章 皇后带着媳妇离宫出走 后悔肠子都清了 皇后哼了一声 皇上说得好听 为了苏苏他们好 依臣妾来看 苏苏苏知道他们的皇爷爷 想让他们与自己的生母分离 是不是还要谢谢皇上的皇恩浩荡 皇帝瞧着皇后一正言辞的模样 她道皇后若立沈良帝为太子妃 满朝文武百官肯定不会轻易同意的 沈良帝若拥有皇后同样的身份 朕肯定二话不说 便立她为太子妃皇后文言心里一阵酸楚 够 皇帝太看重利弊 虽然皇室之中一向如此 却也少了一些人情味 皇后质问 皇上若臣妾不是长江军嫡女 当初皇上也不会亲自登门求亲了 对吧 若臣妾不是长江军的嫡女 即便入了东宫 也是小妾是不是 皇帝闻言争助 其实狗皇帝不回答 皇后心里也清楚明白 待在狗皇帝身边这么多年 她早就看透了 臣妾明白后宫与前朝的厉害关系 也明白皇帝的选择 皇上的想法与决定 臣妾无权干涉 还是希望皇上 别太武断站在门口的沈初威 将帝后 两人的聊天内容听得一清二楚 原来皇帝是想为桃桃和苏苏 找个身份尊贵的母亲 然后立为太子妃 一想到自己怀胎十月的宝贝子女儿 可能要成为别人的 沈初威不高兴了 她一把掀开帘子 看住立在门廊下的皇帝 皇上 您想要立谁为太子妃 臣妾没意见 但是 桃桃和苏苏是臣妾生的 不是物品 说送给谁就送给谁 皇后回头望向沈良帝 想着外头风大 她劝道沈良帝 外头风大 你先去 还没出百天 也是要注意一些的 皇后将沈良帝推进去 扭头看向皇帝 沈良帝说得在里 皇上执意立别人为太子妃 便去吧 别打着为苏苏他们好 干着缺德的事 苏苏他们可不觉得 您这位皇爷爷有多好 皇后说完服了服身 臣妾先告退了 说完 便抬住下巴离开了和欢殿 皇帝争了好一会 才转身去追皇后 等到皇帝赶到凤仪宫时 被青婴给拦住了 谁给你的胆子 敢拦朕 青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皇上 奴婢不敢 只是皇后娘娘身子不适 正在歇息 说是无论谁来也不见 皇帝看住紧闭 但雕花门 朕也不见了 青婴点点头 皇帝明白皇后这是不想见她 但她好歹也是皇帝 皇后真的是不把她放在心里 也不放在眼里 皇后 开门 屋内 皇后坐在梳妆台前 直接无视狗皇帝的叫喊 她瞧着铜镜里的自己 皇帝说得没错 四十岁的她 哪里能与十五岁的姑娘们相比 瞧着眼尾淡淡的鱼尾纹 这略松弛的肌肤 眼眸里早就没了昔日灵动 这些都是岁月 在她身上留下来的痕迹 想当初她十五岁正值风华的年纪 狗皇帝除了看重她长家的权利 应该也看中了她的姿色 想到这里 皇后骂了一句 吐 晦气 分明就是狗皇帝 仗着自己长得俊美无双 来诱惑她这个无知少女 她真的很俗气 被一张脸骗了心 门外狗皇帝说了什么 皇后一句也没听进去 她只是瞧着四十岁的自己 陪伴萧綦二十五年 这二十五年 她为了萧綦努力做好太子妃 当了皇后 又努力想当好皇后 看着她身边女人宠妃不断 她还要装大度 门外的皇帝 瞧皇后不愿意开门 想着还有些奏折需要批阅 皇后 正晚点再来看你 门外 脚步声渐渐远去 皇后站起身来到床边 开始脱衣服 和欢殿 沈初薇瞧着宝贝儿子女儿 一想皇帝有那个心思 不禁开始担心 她一个人的时候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是现在 她可是当娘的人了 肩上的责任也中了几分 宝贝们 为娘是不会让任何人 将咱们分开的 陶陶睡住了 给不了回应 苏苏咬着手指 黑珍珠般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初薇瞧 沈初薇戳了戳的 苏苏的小手 小家伙反应很快 一下子便抓住她的手指 沈初薇的心 立刻软成了棉花糖 不怪都喜欢抱苏苏 太可爱了 这时 门由外推开 沈初薇侧头过来 便瞧见皇后走进来 她身上的凤袍 被红色的便服替代 高贵的发病 换成了简单发病 也没了奢华的凤冠 皇后娘娘 您这是做什么 皇后一把抓住 沈初薇的手 激动地道 咱们带着陶陶和苏苏出宫 皇后想了几个时辰 才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 规规矩矩 当了二十多年皇后 她就胆大万为一次 本来她打算一个人出去 清静清静 但她舍不得淘陶和苏苏 前翠一不做 二不休 把他们母子三人都带走 这样 她就可以日日见到 宝贝孙子孙女了 沈初薇从船过来 一直想出宫 置办宅子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只是现在 有了牵挂 哪里是说走就走的 皇宫内院 不好出不去吧 皇后胸有成竹的道 这个你放心 包在本宫身上 咱们就当是出去小住 放松放松心情 可是 殿下她 皇后一把抓住 沈初薇另一只手 安抚道 你放心 太子那边 本宫派人告诉她 皇帝不是喜欢 一一孤行吗 咱们让她后悔去 在皇后英明决定下 春喜 一脸猛逼地收拾着戏软 等上了马车 沈初薇还处于 一脸茫然的状态 皇后继续安抚 放心 本宫会告诉太子 咱们住的地方 到时太子有时间 就可以过来看 你和孩子的 此时 书房萧景妍正在忙碌住 秦萧大步走近 来 主子 皇后娘娘带着沈良帝 以及皇太孙皇孙女儿 正欲出宫 萧景妍握笔的动作一顿 她怎么也没想到 母后居然要带着 小九她们出宫 这根本不像是 母后的行事作风 消息准确嘛 秦萧 回主子 快到神武门了 萧景妍握紧手里的笔 看来母后是来真的 主子 追吗 秦萧问 萧景妍沉声片刻 吩咐道 不用追 多派些人暗中保护 是 主子秦萧领命退出去 萧景妍垂眸看住手里卷宗 母后离宫出走 父皇恐怕要急得无心上朝了 有令牌 出宫很顺利 马车一路往城外驶去 城外郊区有一座宅子 那是皇后吉吉纳年 收到的生辰礼物 是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送的 无论是她父母还是皇帝 都不知道这处房产 抵达扶摇居 皇后率先从马车里跳出来 吓得轻音忙上前搀扶 主子 马车高 您当心些 没事皇后深吸一口气 感慨到 宫外的 空气都比宫内的好 沈初威在春洗搀扶下下了马车 她身上裹着壶球 帽子将头遮掩得很严实 直露出一张精致漂亮的脸 许久未出宫的她 瞧着外面的宅子 看起来皇后娘娘安排得很妥当 连宅子都提前准备好了 皇后不忘嘱咐道 你们当心些 别让本宫的孙子孙女吹着冷风 婢女们连连点头 皇后这才安心地带着沈初威踏进扶摇居 进去后 皇后发现里面前进整洁 像是有人住一般 直到出来一名穿青色衣裳的妇人 身后还跟着约双八年华的女孩 请问来者何人 说话的是年长一点的妇人 皇后瞧面前两个女人 她压根不认识 当初拿到宅子后 她就来过一次 然后25年没来过 因为没机会来 我是这宅子的主人 你们是谁 妇人闻言语气 立刻变得客气起来 老奴受叶公子所托 每日打扫宅院 敢问夫人可有信物 有皇后从怀里取出一块玉佩给妇人看 玉佩通体默色 上面雕筑繁复的图案 老奴看见玉佩 立刻变得恭敬起来 夫人 叶公子知道您没时间来管理这处宅子 所以特意命老奴每日打扫 为了便是夫人随时进来居住 皇后闻言辩 明白了叶楚的心思 屋子里很前进 连被褥都是现成的 丝毫不比宫里的差 夫人恭敬地道 夫人 老奴姓孙 若有什么需要 可以吩咐老奴去准备 皇后点点头 麻烦孙摸摸了入住后 皇后抱着孙子陶陶 道 那 新的住处 陶陶难得睁着眼睛没睡 苏苏这回正在喝奶 比起哥哥 妹妹的饭量明显大不少 本宫已经派人告诉太子了 出宫前 皇后就派人给太子送信了 出城的时候 太子应该就拿到信了 毕竟老婆孩子突然离家出走 一定会担心的 至于狗皇帝 爱干嘛 让他见不住陶陶和苏苏 体会体会 分离的感受 后路他也想好了 大不了皇后他不当了 就在扶摇居养王 若能让皇帝打消 给陶陶和苏苏找妈的想法 沈初威觉得出来住一段时间 也没什么 只是萧锦炎若知道他们出来 恐怕会担心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 到了掌灯时分 皇帝从御书房匆匆走出来 打算与皇后一同用晚膳 顺便安慰安慰他 第三百七十五章 也不给朕红你的机会 萧锦炎高兴 皇帝惨了 皇帝急不走进凤一宫 已经是晚膳时辰 不见皇后在餐厅 也不见满桌膳食 想到下午那会 皇后应该还气 皇帝从餐厅退出来 静止踏进请殿内 没有看见皇后 她眉头紧皱 皇后去哪里了 回皇上 皇后 娘娘出去了 小宫女小心翼翼的回答 出去了 难道是去和欢殿 看陶和苏苏了 皇帝也不再询问 转身静止去了和欢殿 当他掀开帘子进去 不但没看见皇后 连沈良帝也不在 他带着疑惑来到小床前 发现小床里是空的 苏苏和陶陶不见了 皇帝沉着脸走出来 问院子里扫地的小太监 沈良帝与皇孙女儿去哪里了 小太监停下扫地动作 回到回皇上与皇后 一同出去了 出去了 皇帝眼底闪过疑惑 这么冷的天 皇后带着沈良帝他们去哪了 萧锦炎早就拿到皇后 写给他的信 信的内容简单明了 本宫带沈良帝他们出去 小住一段时间 误担心 最后还不忘威胁 不准告诉你父皇 不然本宫带着沈良帝 他们永远不回来 信上有详细地址 即便没有 萧锦炎也知道皇后带着沈良帝去了哪里 萧锦炎将信帝到面前的烛火前 亲眼瞧着信被火光吞噬 皇帝找了很多地方 没找到皇后的身影 不禁开始慌了 他急匆匆地回到凤一宫 将凤一宫翻了个遍 依旧没看见皇后的身影 直到他在梳妆台前 看见一只红梅发簪 他一眼便认出那是皇后急急那年 他送给他的生辰礼物 当时他穿着红色骑马装 而他当时送的发簪便是红色 很是相配 当时选礼物时 他就觉得红色的发簪很适合他 简单不失大方 他拿起红梅发簪打凉柱 虽然过去很多年 却依旧像新的一般 发现发簪下面有个信封 心里莫名地害怕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信封拆开 修长的手指取出里面的信 等看完信中内容 皇帝彻底慌了 皇后离宫出走了 以前皇后也闹过脾气 有时会生气地不想理他 可从未动过离宫的想法 他拿着信大步走出去 来人 李公公小跑住进来 皇上有什么吩咐 皇帝冷声命令道 派人出宫找皇后 必须要找到他 李公公愣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皇后娘娘离宫出走了 李公公正欲离开 皇帝又叫住李公公 此事不可声张 奴才遵命李公公领命退出去 皇帝又吩咐奉一宫的宫女们 皇后身体不适 在宫里休养 不准他人来打扰奴婢们 谨遵圣旨 宫女们异口同声 随后 皇帝又命人将太子叫到御书房 萧景言得了消息去御书房时 已经猜到皇帝为了什么事 踏进御书房那刻 萧景言明显感觉到氛围不对 周围的空气像是被冻结了一般 变得十分压抑 萧景言上前几步见礼 父皇叫儿臣过来 是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皇帝瞧着太子 这反应 估计还不知道皇后 带着沈良帝他们 离宫出走的事 你母后带着沈良帝 以及陶陶和苏苏离宫 离宫出走了 萧景言先是愣了好议会 随即追问 父皇 母后为何要离宫出走 还要带着沈良帝和宝宝们 皇帝 脸色阴沉的道 朕也想知道皇后为何要离宫出走 朕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 离宫出走 她也不怕遇见坏人 皇帝又气又担心 皇后是会些功夫 可也是三脚猫 的功夫 花拳绣腿罢了 若遇见武功高强的坏人 她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萧景言道 母后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宫出走 更不会无缘无故地带走沈良帝和宝宝们 父皇与母后是夫妻 若父皇都不知道其中缘由 怎么好将他们找回来 皇帝文言争了争 想到今日下午发生的事 她知道皇后生气 只是没想到她会气成这样 连她哄的机会都不给 就跑路了 别人年纪越大 性子越沉稳 她倒好 四十岁的人了 还跟十几岁时一样 皇后刚入东宫 那时还是太子妃 宫中规矩多 她刚去东宫许久不适应 被徐策飞设计受了委屈 气得当晚要爬墙离家出走 就她那三脚猫的功夫 刚爬到墙头就被禁卫军抓住了 如今是皇后 知道用令牌出宫了 你母后不过是在弃阵 皇帝又说 太子你想立沈良帝为太子妃 可你没想过沈良帝没有尊贵的身份 立为太子妃未来的皇后 那些言官吐没星子 都能成和镇与皇后商议 想将陶陶和苏苏 寄养在徐策飞名下 立徐策飞为太子妃皇帝 说到这里顿了顿 朕也不过是与她商议 皇后 倒好 气上了 萧锦炎也是这会 才知道皇帝的心思 她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父皇 陶陶与苏苏是沈良帝 吃尽苦头才生下来的 您一句话便做出这样的决定 有想过沈良帝的感受吗 皇帝叹了口气 朕知道对沈良帝不 公平 朕不也是没有做出实际行动 这件事日后也可以想办法商量 现在最重的是 把皇后沈良帝他们找回来 陶陶和苏苏才满院 哪里受得了 萧锦炎道 父皇若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纳尔臣宁愿沈良帝 带着孩子住在宫外 皇帝闻言立刻不同意了 你居然想让皇太孙 皇孙女儿住宫外 朕绝不答应 萧锦炎提醒 父皇当务之急是找到母后和沈良帝他们 皇帝也觉得这个时候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他命令道 太子 你多派些人出宫 务必找到皇后他们 留在宫外多一刻便多一刻危险 萧锦炎低眉汉手 而臣遵命 离开御书房后 萧锦炎便派人秘密出宫找人 演戏当然要演全套 趁住出宫找人的空挡 萧锦炎起码直奔城外郊区的扶摇居 他还是头次知道这个宅子是母后的 沈初威本世纪来之 则安置的心态 虽然是陌生的地方 但可环境不错 屋内用的炭火和皇宫内一样 足以说明这宅子的原主人非常有钱 屋内的小床是新购置的 桃桃和苏苏睡刚好 宝宝们平常都挺乖的 不会吵闹无休 桃桃喝完奶后 玩了一会儿被脚便睡了 唯独苏苏揪着被脚不放 也没睡的意思 沈初威沐浴出来 瞧着苏苏睁着好看的双眼 四处张望 那模样像是在找人 苏苏 是不是想父王辣 沈初威笑嘻嘻地道 你父王也想你哦 苏苏盯住 沈初威瞧了一会 忽然咧嘴笑了 笑的时候 那眼睛贼亮 沈初威也跟住笑了 这里距离皇宫有些远 等你父王有空啊 就会来找我们的苏苏张了张嘴 咿呀呀 沈初威听见宝宝发声 觉得很适 兴奇 苏苏 你在说什么呀 是说父王吗 苏苏嘟嘟嘟小嘴 将手指伸进嘴里 一路赶来的萧景妍 此刻便立在窗外 听着小九与苏苏对话 便克制不住地翻窗进去 窗户推开的瞬间 寒风呼啸而过 沈初威打了个冷战 回头看向窗户 便看见一道身影跃进来 屋内光线很暗 沈初威还是一眼就认出 来人是萧景妍 她没想到萧景妍 会这么快找过来 她高兴地站起身迎上去 殿下 萧景妍将她搂进怀里 明明才分开大半天的时间 好像分开许久了一半 宝宝们还不睡吗 沈初威眉眼弯弯 淘淘睡了 苏苏还没有 估计是没看见你 不舍得睡了 萧景妍牵着她的手来到小床前 面前这个小床 与东宫的小床有些不同 不过材质不错 走近后 便看见苏苏在吸着手指 苏苏 你怎么还不睡 苏苏瞧见萧景妍 咧嘴笑的时候 手指也顾不上了 审初威道 苏苏看样子是在等殿下 看见你来了 笑得这么甜 萧景妍瞧住女儿可爱的模样 她眼底竟是温柔 苏苏乖快睡 苏苏 笑了一会儿 重新把手指塞进嘴里 吸着便睡住了 萧景妍低头看住沈初威 明日一早 我再回去 此话不言而喻 是想留宿 沈初威有些担心 那殿下明日早朝来得及吗 起早赶路 外面太冷了 萧景妍道 无碍 母后离宫出走 父皇明日无心早朝置于我 急于找母后和你 彻夜未见归 沈初威这才安心 脱了衣裳 两人便躺在床上 被褥都是新的 也很温暖 萧景妍将人搂进怀里 嗅住她身上的幽香 气息逐渐变得不稳 小九沈初威红了红脸 景妍 这是在别人的家里 不太好吧 萧景妍稳住她 没关系 这宅子是母后的 沈初威闻言 这才安心地 任由萧景妍为所欲为 相比萧景妍的愉悦心情 夫妻情色和名 皇帝就是比较惨 一点睡意也没有 站在凤仪宫 心里想的是皇后 第376章 想玩皇后想酥酥震惊吧 情敌闪现 空荡荡的凤仪宫 少了皇后 一点人气都没有 皇帝立在窗前许久 转身来到床边坐下来 低头瞧着手里那只红梅发簪 皇后连她送的发簪都丢下了 皇帝叹了口气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一点也不明白真的心意 皇帝的话 远在城外的皇后 自然是听不见的 此时 皇后躺在床上 急着烛火看了一块书 不知道狗皇帝现在在干嘛 是不是留宿在和节鱼那里了 皇后和尚书便躺进被窝里 不去想让她不痛快的是 皇帝握紧手里的梅花发簪 抬起头看见桌上的东西 她站起身来到圆桌前 拿起小衣裳 粉色的布料做的衣裳 虽然是半成品 却能瞧出来是皇后认真缝制的 粉红色应该是给苏苏做的 想到苏苏那甜甜的笑容 小小的手抓住她的手指不放 皇帝心里又是一阵难过 想完皇后后便开始想苏苏 又想到滔滔贪睡的模样 皇帝今晚注定无眠 五更天 李公公照例提醒皇帝起床 皇上 已经是五更天了 该起床上早朝了 屋内 传来皇帝疲惫又沙哑的嗓音 告诉文武百官 今日朕身体不适 不上朝 李公公文言不由地担心起来 那奴才去叫御医过来 给皇上瞧瞧 皇帝冷冷地道 不用 退下 李公公虽然担心皇帝的身体 可皇帝的话 他不敢不听 末 已经后在金鸾殿的文武百官 得知皇帝身体不适 不上早朝 李公公 皇上怎么突然就病了 李公公 皇上身体可要紧啊 李公公 请御医瞧了没啊 虽然表面上担忧皇帝的病 可心里却是一万的草泥马 飞驰而过 五更天急忙起床 瑟瑟发抖的更衣 连早膳都没吃 顶住寒风来上早朝 结果皇帝一具身子不适 他们就白跑了 大冬天全靠上早朝的毅力 才能起来 换谁不生气 扶摇居虽然在城外郊区 环境却十分好 前有湖泊后有山 很适合隐居 萧锦言早早便醒了 只是没有急着起床 他垂眸瞧住怀里的人 冬天与夏天的睡姿完全不同 夏天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四肢展开 冬天 他那娇小的身体 恨不得缠住他不放 就像此刻 抱得他很紧 萧锦言低头亲了 请他饱满的额头 小九 我要走了 沈初威闭住眼睛 哼了哼 再睡一会 你在睡一觉 萧锦言掰开他的手 打算起床时 沈初威醒了 殿下 沈初威揉了揉眼睛 还为睡醒的毛子半蒸住 你接着睡 萧锦言拿起衣服开始穿 沈初威将手臂枕透 看住萧锦言穿衣上 打算等他走了 接着睡 恶醒的苏苏 撅住嘴好一会 没人理他 便委屈的哇哇哭起来 已经起床的春喜 听见宝宝的哭声 急忙推开门进来 结果就看见殿下在里面 衣裳刚穿好 只剩腰风未继 谁来告诉 远在皇宫的太子殿下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奴婢什么也没瞧见 春喜急忙关上门跑了 没跑几步 瞧见秦梟 经过半年时间 他脸上的疤痕早就好了 看不出来以前受伤过 殿下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尴尬死了 冬日 春喜穿住青色棉服 领口那里有一圈细软的毛 衬的这张肉肉的小脸 十分讨喜 秦梟平常很难见到春喜 一次 瞧见春喜面颊通红 他只觉得好看 主子昨晚来的 你跑太快 我想拦住 春喜见秦梟穿住单薄 性眼里满是疑惑 你怎么穿着点衣裳 不冷吗 秦梟解释 我是练舞之人 没那么怕冷 春喜提醒道 不怕冷也要多穿些 免得动到骨头 年纪大了 可是受罪了 秦梟笑着点点头 好 回头我就多穿些 刚刚经历小小的尴尬 很快便被 苏苏的哭声给掩盖了 萧锦颜连腰风也顾不上计 大步来到小床前 瞧见苏苏哭的那叫个委屈 他急忙将苏苏抱起来哄 苏苏 不哭了 萧锦颜一边哄着 一边来到床边 看沈初威 苏苏可能是饿了 沈初威文言爬起来 从萧锦颜怀里接过苏苏 看见他委屈 等模样 又心疼又想笑 等吃到口粮时 哭声像开关一样 立刻不哭了 萧锦颜瞧女儿贪吃的模样 语气里充满宠溺 苏苏和你很像 早晨醒来 都是因为饿了沈初威 无话反驳 他早晨醒来 百分之一百 是饿醒的 桃桃和苏苏都很乖 苏苏比桃桃要贪吃一些 沈初威好奇地看住 萧锦颜殿下皇上 知道咱们离宫 初走是不是很生气 萧锦颜道 生气是自然的 不过更多的是担心 沈 初威这才松了一口气 萧锦颜临走前吩咐 小九 我先走了 你好生待在这里 宫里不用担心 待萧锦颜离开后 苏苏也吃饱了 然后睁着眼睛玩被子 这时桃桃也醒了 同样是饿了 只不过哭得没有苏苏那么大声 苏苏那哭声好比 有人把她好吃的抢走一般 扶摇鞠不比宫里 没有那么多讲究 皇后抱着苏苏 手里拿着毛球逗她玩 忽然提议道 沈良帝 午餐咱们吃烤鱼怎么样 沈初威闻言眼眸一亮 好啊 好久没吃了 正想着呢 一拍集合后 春喜开始张罗烤鱼 出宫时 沈初威别的没怎么带 烤鱼火锅要用的锅子 炉子都带了 食材扶摇鞠内有 没有的便差人去买 烤鱼其实很简单 春喜已经驾轻就熟 扶摇鞠有鱼糖 四斤的鱼都有 沈初威和皇后吃烤鱼时 春喜抱着苏苏 苏苏苏那双七非的小眼睛 一直盯着他们瞧 若是会说话 就会喊我也想吃 在吃的上面 沈初威与皇后的口味相同 吃饱喝足 两人都满足地摸住肚子 陶陶和苏苏睡着后 皇后朝闲得很 在宫里 她执掌封印 每日还要处理后宫之事 每日过得也充实 这回闲下来 反而有点无聊了 皇后叹了一口气 被沈初威听见了 她问 皇后娘娘怎么了 闲着无事罢了 沈初威想到 徐策飞和陶良苑 都爱看言情小说 不知道皇后喜不喜欢 那皇后娘娘 要看画本子吗 皇后文言疑惑地 看向沈初威 什么画本子 沈初威转身来到李屋 取出一本经典的 霸道总裁爱上我 然后递到皇后面前 皇后带着好奇接过来 反正闲着无事 看住打发时间了 沈初威则是拿出画板 继续画未完成的画 原本是想打发时间的 结果看得停不下来 到了废寝旺时地步 若不是 陶陶和苏苏的魅力 大过画本子 皇后恐怕都舍不得放下来 在扶摇居住的第六日 来了一位客人 那天 皇后等苏苏睡住了 拿着画本子继续看 孙嬷嬷进来禀报 夫人 我家叶公子求见 皇后文言 半天没反应过来 她抬起头看向孙嬷嬷 你说叶公子回来了 自从她入宫后 便与叶楚许久不见 二十多年里 也才见过几次 孙嬷嬷点头应道 夫人 正是 叶公子曾嘱咐过她 只要有人 拿着墨魂玉佩来扶摇居 便立刻通知她 所以 在 皇后住进来的那晚 孙嬷嬷便派人通知叶公子 怎么 不欢迎我来做客吗 门外传来一道温润的嗓音 皇后抬起头看向门口 便看见身穿雅青长袍的男子 缓步踏进来 那男子模样清冷出尘 眉眼如画般温柔 许是太久 没见 皇后一时间争住 沈初威好奇地看住来人 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她的俊美与皇帝萧景妍 是不同的面前的男子 给她的感觉像是修仙的 第三百七十七章 带你去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 狗皇帝出城找来了 发丝飘逸 衣媚飘飘 雅青色的长袍 衣料黑中带着紫绿的暗光 华柜却不显奢华 作为看颜控的沈初威 觉得面前男子不仅自带仙气 衣品也非常好 反正比龙袍好看 夜初缓步走到皇后面前 看出她那毫不掩饰的惊讶 她低笑 这么惊讶吗 皇后从惊讶中反应过来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的确很惊讶 我们太久没见了更惊讶的事 这么多年了 你好像没什么变化 明明比她大几岁 可看住却很年轻 夜初看向皇后时 眼底续满了温柔 你也是 一如当年风华正茂皇后 和夜初年幼变相识 太了解她了 她嘴里只会说夸人的话 不过话说回来 被夸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 你只会捡好听的说 我都是当奶奶的人了 夜初温声道 在我眼里 你一直没变夜初 并未骗人 温玲虽然四十岁了 但那张脸丝毫不比三十岁的女人差 反而比三十岁的女人还要年轻动人 在她看来 年龄带来的不是岁月的痕迹 而是增添神采的 沈初威抱着刚醒来的陶陶 瞧着面前惹二人相见的画面 脑中自动脑补出一部爱情之错过篇 她以为人后的萧景颜够温柔了 没想到人前的叶公子更温柔 温柔如水的目光 清晨脱俗的气质 眼里只有你 妥妥的男二人设 这时 宝宝的哭声 惊醒了两人 苏苏醒来玩了好久的被子 结果没人来抱她 给她吃好吃的 委屈的时候 哭声最惹人心疼 皇后被哭声吸引 听了多次孩子的哭声 她能分辨这是苏苏在哭 下意识地转身便往小床方向走 老朋友许久未见面 她哪里能打扰皇后与叶公子叙旧 沈初威急忙将桃桃地给春喜抱住 快步来到小床前 皇后娘娘 臣妾来抱吧 皇后文言顿了顿 便点点头 沈初威从皇后怀里抱走苏苏 带着春喜退出去 连贴身伺候的青婴也跟住退出去 屋里只剩下皇后与叶楚 安静地能听见屋外水车的声音 皇后招呼叶楚坐下来喝茶 她与叶楚已经有四年未见 你这些年去哪了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叶楚端起面前的茶盏 抿了一口茶 有个和尚说我与佛有缘 悟性高 想收我为徒 话未说完 便被皇后给打断了 你该不会出家了吧 你好好的 怎么能顿入空门呢 叶楚瞧着常文灵性子 还是如从前一样 她低笑 她跟了我四年 皇后气得想骂人 那个老和尚一看就是忽悠人的 你不理会便是 哪有让人出家的 我在白马寺待过几日 瘦了很多 那摘饭 我是一口呢吃不下 所以你别被她给忽悠了 叶楚放下手里的茶盏 盯着常文灵看了数秒 文灵 这些年 你过得如何 皇后文言顿了顿 随即笑了笑道 我挺好的啊 你怎么样 被那个老和尚给跟烦了吗 叶楚又问 那你为何突然来扶摇居 皇后解释道 宫里待太久了 出来散散心 扶摇居 你送给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住过 岂不是亏了 我们之间 不需要隐瞒 你是离宫出走 对吧 叶楚用的是肯定的语气 在得知常文灵来扶摇居时 她朝猜到肯定是出事了 查了过后 才知道常文灵是离宫出走 谎话被拆穿 皇后有些尴尬 娇称道 你都知道了 还问 我不要面子的 叶楚低笑 你还是 和以前一样 提到以前 皇后有些恍惚 回想年少时 与现在的自己 差别还是很大的 她比较爱面子 叶楚见她不说话 她又问 她带你不好吗 皇后笑了笑 她带我很好啊 我可是皇后呢 身后还有强大的母族撑腰 她不敢欺负我 叶楚缓缓开口 她若带你很好 你又怎么会离宫出走 你的性子我还不了解吗 再次被拆穿 皇后只好实话实说 我只是出来 透透气罢了 顺便给儿媳妇出出气 你不用担心 叶楚见她依旧不说实话 便道 还记得入宫前 我对你说的话吗 皇后点点头 当然记得 叶楚道 你若在宫里待得不开心 她若欺负你 辜负你 只要你一句话 我便带你离开 去一个她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 这句话 一直作数 再次听见这句话 皇后争住 出入东宫时 她有无数次 想离开的念头 宝宝们不哭的时候 沈楚威 都会让他们 躺在小床或榻上 苏苏吃饱后 一压说着话 陶陶难得吃饱后没睡 手里抓着毛球 好奇地盯着四周桥 可能是受苏苏一压的影响 陶陶也没忍住一压两声 给人的感觉像是 你能不能安静点 我想睡觉 晚膳时 叶楚和他们一起用膳 沈楚威又见识到 仙人一般的男子 吃相也是非常优雅贵气的 用完晚膳 皇后抱着苏苏给叶楚介绍 这是我孙女苏苏 是不是很可爱 苏苏抓着衣裳上的继带 黑珍珠般的小眼睛盯住 叶楚瞧 最后还咧嘴笑了 叶楚见料望向常温龄 的确是很招人喜欢 苏苏的名字是乳鸣吗 皇后高兴地点点头 嗯 是沈良帝取的名字 随后 皇后又看向陶陶 此时陶陶睡得正香 哥哥叫陶陶 兄妹俩乳鸣 取自陶苏 叶楚望向常温龄身边的女人 经温龄介绍 知道她便是沈良帝孩子的母亲 苏苏与沈良帝长得很像 皇后点头附和 我也是这么觉得 像沈良帝才可爱 若是像太子 冷冰冰的 一点也不好玩 凤一宫 派人找了六日也没有皇后的消息 皇帝早就坐不住了 皇后带着沈良帝他们离宫出走这几日 皇帝便几日没睡好 一开始是有些生气 现在全是担心了 皇帝让人找来太子 他迫不及待地询问 太子 还没找到你母后他们吗 萧锦炎低眉汗手 回父皇 儿臣还没找到 母后像是故意躲起来 不让我们找到他们 也不知道他们自从如何了 皇帝眉头紧皱 想着皇后也是娇生惯养的人 孩子还那么小 哪里吃得了苦 继续找 家派人手去找 扩大范围皇后带着沈良帝他们 应该走不远 是 父皇萧锦炎退出去后 表面上又多派了一些人 暗地李氏趁机去扶摇居与妻子而团聚 有几日没见了 甚是想念 皇帝早已无心处理国事 翻不处理又不行 只能耐着性子处理一些紧急的事 处理完后 皇帝便坐不住了 李公公 准备一下 朕要出宫 若李公公应了一声退出去准备 一个时辰后 皇帝身穿玄色锦袍出现在热闹的街头 虽然是变装 可那俊美的容颜 满身的贵气怎么挡都挡不住 很快吸引路人的驻足与观望 皇帝此时可没心情管这些 依他对皇后的了解 离家出走 应该不会离皇宫太远 只是找了六日也找不到 难免急着担心 皇后入宫这么多年 外面也没什么朋友 出宫能躲到哪里去 城内 已经让人搜遍了 并没有找到皇后他们 皇帝吩咐 出城 李公公牵来一匹马 皇帝抓住缰绳 立刻上马后 便往城外奔去 李公公急忙让侍卫跟上 自己也跟住骑上马去追皇帝 扶摇驹 萧锦炎这次是没有翻墙 而是走正门 门口有皇后的亲信 见来人是太子殿下 便放行了 皇后闲着无事 便跟住夜处学武 顺便减肥 沈初威终于将他与萧锦炎的画画出来了 正想欣赏欣赏 却听见苏苏一压一压说着话 他好奇地探头看过去 发现苏苏半个身子从小被褥里爬出来 正抓着哥哥的手指往嘴里送 陶陶被吵醒后 淡淡的眉毛皱成了一团 可能是碍于苏苏是自己妹妹 即便被欺负 他也忍住没哭 陶陶 谁让他妹妹 痛我也忍住 哥哥不出声 苏苏更卖力地将哥哥的手指往嘴里塞 然后高兴地开始舔了舔 沈初威没忍住笑出声 苏苏 你怎么能吃哥哥的小手指呢 苏苏咧嘴笑了 抓着哥哥的手高兴地挥舞着 然后继续往嘴里送 萧锦炎走过来时 便瞧见这一幕 他道 苏苏怎么爬出来了 沈初威闻言抬起头 看见萧锦炎站在自己身边 几日不见 他还是很想 萧锦炎的 殿下 你怎么大白天来了 不怕被皇上发现吗 因为上次是晚上来的 沈初威下意识地以为 晚上来比较安全 萧锦炎说 无碍 本宫是急着找你们的由头来的 无人发现 沈初威这才安心下来 皇后许久没练舞 跟着叶楚练了一会剑 累到不行 叶大哥 咱们歇一会吧 练不动了 叶楚点点头 好 皇后走进屋里 看见抱着苏苏的太子 下意识地四处张望 狗皇帝不会也来了吧 第378章 太子与叶楚的身份关系被揭开 皇帝搜查扶摇居 萧锦炎瞧见皇后来了 她上前见礼 母后 皇后没瞧见狗皇帝的身影 还是有些不放心 你父皇没跟住来吧 萧锦炎道 母后 父皇还不知道母后在这里 皇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狗皇帝没来就行 萧锦炎发现皇后身边的男子 疑惑地问 母后 这位是 皇后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楚 这位是本宫的朋友 你可以叫他叶叔叔 萧锦炎出于礼貌叫了一声 叶叔叔 奔叶楚盯着萧锦炎瞧了好几眼 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无人的时候 皇后没忍住问太子 你父皇他是不是很生气啊 母后 父皇虽然生气 还是很担心母后的 怕母后在外面受苦 已经连曾两日为上朝 萧锦炎实话实说 皇后文言将信将疑 狗皇帝会两日不上朝 其实他还想问问 狗皇帝这几日 是不是都歇在了河节鱼那里 河节鱼可是纪宁妃后 最受宠的女人 皇后张了张嘴 还是没问出来 自己在宫里 狗皇帝什么样子 他还不知道吗 皇后没再问 拉着叶楚继续练剑 他发现白天练剑 晚上睡都好了 几乎沾枕头就睡了 晚膳时 叶楚给常温县夹菜 阿县了 便迫不及待地夹起来 送进嘴里 与以前吃的味道一样 萧锦炎瞧对面母后 与叶叔叔的举动 眼底闪过疑惑 这个叶叔叔 有些面熟 更疑惑的是 叶叔叔与母后的关系 等回房后 萧锦炎问 小九 你可知道 那个叶叔叔与母后 出了朋友 还是什么关系 这宅子是叶叔叔 送给皇后娘娘的 听说 里面的东西也 都是叶叔叔置办的 好像是年幼相识 关系很铁的朋友 皇后与叶叔叔聊天时 也没避开她 她自然而然地 便听见了 萧锦炎 眼底满是疑惑 母后什么时候 有关系这么好的朋友 就在萧锦炎疑惑的时候 她的手指 被一只软糊糊的小手抓住 低头一看 发现苏苏抓着她的手指 正往自己的嘴里送 让她再次确定 女儿长大了 也是个吃货 什么都往嘴里送 沈初威看住 小家伙的半个身子 又在外面 有些无奈地道 苏苏太好动了 刚刚还在被褥里 这回又扭着身子出来了 萧锦炎弯腰将女儿抱起来 只见苏苏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小手抓住尖头的发丝 就不放手了 是没吃饱吗 沈初威表示 苏苏一天可比哥哥多吃两次 怎么可能没吃饱呢 那便是吃饱了 嘴不能闲住 萧锦炎说着垂眸看她 眼底竟是温柔 与你一样 沈初威道 臣妾可没有整日不闲着 萧锦炎轻笑 因为其他时间 你都在睡觉 苏苏也是 沈初威文言一时间无话反驳 仔细一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殿下有所不知 能吃是福 苏苏是有福气的人 萧锦炎点头赞同 笨 沈初威再拽了拽 萧锦炎的衣袖 等她看过时 她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满眼期待地问 殿下 您看臣妾瘦了吗 萧锦炎凤膜上下 打量着沈初威 她身上穿住水 闭塞的棉服 棉服比较宽松 但穿在她身上 却很好看 你穿住棉服 本宫如何看得出来 沈初威低头瞧了两眼 宽大的衣裳裹着她的身子 的确看不出来 臣妾觉得自己受了疯狂暗示 该买好吃的给她了 是吗 萧锦炎又重新上下打量着她 眼底是一位不明的浅笑 晚上 本宫仔细瞧瞧 臣妾又不会骗殿下 臣妾是真的瘦了 您 没瞧见臣妾的衣裳 都变大了吗 沈初威拉扯住 自己腰部的衣裳 很明显大了很多 萧锦炎看住小九的举动 忍着笑道 得本宫瞧过后才知道 沈初威搭拉着肩膀 胃毛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听见她说瘦了 第一反应不应是心疼地说 怎么瘦了呢 待会本宫便派人 多买些吃的给你补补 一呀 苏苏蹭住 父王的脖子 刚从嘴里拿出来的手指 沾了不少口水 萧锦炎只感觉到脖子那里湿湿的 低头一看 发现那只沾了口水的手指 正揪住她的脖子 本宫要去沐浴了 沈初威也瞧见女儿壮举 你父王可是有洁癖的 再看女儿小手揪的地方 已经红了 那把苏苏给臣妾吧 摁萧锦炎将女儿给沈初威后 便出去沐浴 沈初威低头瞧着女儿 居然还咧嘴笑 你还笑得出来啊 看你把你父王的脖子 不仅蹭了口水 还掐红了 苏苏听了笑得更欢 萧锦炎出来后 看见不远处 叶楚正站在那里 她走过去 礼貌地喊了一声 叶叔叔叶楚盯着萧锦炎 瞧了好一会儿 相比七年前 变化 还是很大的 你不记得我了 萧锦炎疑惑地抬起头 看向叶楚 叶叔叔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前认识吗 叶楚盯着萧锦炎看了一会儿 见她不像是庄 的 她又问 你忘记在南兆国的事了 是忘了一些事 一直未想起来 叶叔叔难道知道 萧锦炎期待地看住叶楚 她一直想记起来 只是用了很多办法都无用 如果叶叔叔知道 难道她是不是 有机会恢复记忆了 叶楚这会知道为何今日见面 萧锦炎像是第一次看见她 问 因何忘记 萧锦炎如实回答 从南兆国回来时 遇险受伤 醒来时便忘记了 叶楚问 是受伤了导致的 萧锦炎仔细回想 七年前醒来的一幕 其实细节她记得并不清楚 不清楚 醒来时 头会疼 但不像是受伤导致的 御医们也束手无策 叶楚沉吟片刻 道 若是失忆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脑子受重疮 导致失忆 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催眠术 至于你 得懂的人才会知道 是那种导致失忆的 萧锦炎听见叶叔叔的话 感觉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 说不定 他 追问 那叶叔叔有办法恢复我的记忆吗 叶楚轻笑 若是催眠术 不是武功厉害就会的 那是一门绝技 得懂的人才会 萧锦炎刚燃起来的 希望 又破灭了 懂催眠术的人 目前为止 还没有 他又抬起头 那叶叔叔知道 我在南兆国发生的事吗 叶楚道 不多 不过 有时忘记不一定是坏事 萧锦炎道 叶叔叔说的没错 就算是不好的记忆 那也是属于我的一部分 既然是属于自己的 那我便想想起来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自己的事 自己定夺业 楚说完便转身离开 萧锦炎像是想起来什么 追问 叶叔叔 我们以前是如何相识的 叶楚脚步一顿 转身看向萧锦炎 缓缓道 当年你被迫送到南兆国当质子 阿灵不放心 便让我去找你当质子 自然是要受些委屈的 我便教你武功 按理来说 我应该是你师父 等叶楚走远了 萧锦炎还没从 他话里反应过来 当年 他被迫送到南兆国当质子 母后其实也担心过自己 并不像临走时 对他冷言冷语 巴不得他被送到南兆国 母后 他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 可母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自己 从南兆国回来时 母后看他的眼神很陌生 陌生道 他不敢靠近母后 更不敢亲近母后 沈初威将宝宝们为宝后哄睡了 结果等了许久没见萧锦炎回来 该不会是偷偷给我买好吃的去了 不怪沈初威会这么想 因为萧锦炎以前干过 会让他感觉到惊喜 这时 门忽然之压由外推开 沈初微迫不及待地抬起头 看向门口 便看见萧锦炎已经换了衣裳回来 瞧住他两手空空 可能是因为抱持期待 期望落空时 很失落 萧锦炎没有注意到 小九失落的表情 他心里还在想着 叶叔叔的话 应该是师父的话 院子里 皇后拿着剑跟住叶楚 一朝一世的练 若是当初 他努力一些练好武功 那么当初离宫出走时 也不会次次被禁卫军抓到了 此时 皇帝赶着马儿来到一处湖泊前 从城外一路打听过来 没有放过任何一家民宅 就怕错过找皇后他们的机会 找了许久 没有找到 皇帝的耐心也耗尽了 看住安静的树林 偶尔听见鸟的叫声 灵儿 你到底去哪了 朕错了 只要你回来 朕向你承认错误 还不行吗 你走还要带上 苏苏陶陶他们 这时 侍卫快速跑过来 抱拳禀报 祈禀皇上 不远处 有座名教扶摇居的宅子 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 皇帝朝侍卫所指的地方望去 因为树木 太多 这个角度并不能看见那座宅子 带朕过去瞧瞧 属下遵命侍卫利落地走在前面带路 第379章 这个皇后不当也罢 忍着没动手 因为路窄 骑马不方便 皇帝从马背上下来 将缰绳丢给身后的侍卫 然后步行走过去 刚下过雪雨 路面湿滑 李公公怕皇上摔着 急忙伸出手 皇上 宁慢些皇帝 将手搭在李公公的手 低头看住脚底的泥巴 将龙穴的削面弄脏 连同一百也见了不少泥点子 身为皇帝 哪里走过泥巴路 只是为了找皇后不得而为之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马提声 提声急促 表示来人很赶时间 一声马儿的嘶鸣下 马背上的人利落地从马上跳下来 一路小跑柱来到皇帝面前 单膝跪下 骑禀皇上 这是八百里加急密函 皇帝闻言 拿起侍卫手里的信件 拆开后从里面取出信 等看完信 皇帝的脸色沉下来 立刻回宫 李公公大喊一声 百驾回宫 皇帝踩着泥巴路 回到原地 然后骑上马 迫不及待地往宫里打 扶摇居内 皇后练了好一会 就大喘气 不行了不行了 果然是老了 练一会剑 就累到不行 叶楚从他手中接过剑 温声道 你不过是许久未练才会如此 怎么说自己老呢 皇后在圆桌前坐下来 喝着轻音递过来的热茶 喝了两口润润嗓子 你不知道 在皇宫里可是不能舞枪弄剑的 更何况我还是皇后 要当后宫之表帅 不然无法以得夫人 叶楚坐下来时 轻音递过来茶水 她 接过来抿了一口 你在宫中 开心吗 皇后喝茶的动作一顿 她叹了口气 说不上开心 宫墙之内 勾心斗角 而欲我诈的 哪有宫外轻松自在 这些叶楚自然是知道的 这也是她不愿意她入宫的原因 只是她自己愿意 她总不能拦着不让 自然不开心 那为何还要待在那四角宫墙内 皇后看向叶楚 无奈地道 我是皇后啊 不待在宫墙之内 那我该待在哪里 叶楚定定地看住常文灵 阿灵 如果不开心 这皇后不当也罢 每次 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想这个皇后不当也罢 可是 有些事情 总是身不由已的皇后 盯着眼前的茶盏 又抿了两口 叶楚看住以前活泼张扬的女孩 变成了多愁善感的女人 她心里一痛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无后顾之忧 皇后瞧住叶楚 她知道叶楚所说的每句话 都是认真的 也是说到便做到的 谢谢你的好意 路是我自己选的 即便不好走 我也要走下去 除非 叶楚低笑阿灵 你不用急着做决定 你可以再想想 余生不长 不该让自己过得不愉快 皇后盯着叶楚 瞧了一会 久到叶楚以为 她要答应她的提议了 我忽然知道 那个老和尚 为什么看上你了 叶楚谋色一顿 随即倾笑出声 为什么 皇后感叹 你懂得好多 看了也透切 我若像你这般 就不该如此了 是吗 叶楚又是一阵低笑 她哪里看得透切 若是透切 也不至于执着这么多年 都不甘心 那个老和尚就说她 执念太深 若放下执念 便可成为得到高僧 叶楚想到这里 不由地笑了 皇后忽然咧嘴一笑 你还没吃过火锅吧 晚上咱们吃火锅 让你尝尝这人间美味 叶楚见她露出这般模样 有些好奇 是吗 很好吃 皇后一脸得意 那是自然 你尝了便知 叶楚浅浅一笑 那我拭目以待 皇后要轻音去告诉春喜 今晚吃火锅 因为春喜会弄火锅 别人不会弄 到了晚膳时间 春喜准备好火锅了 因为萧锦年不吃辣 所以准备的是鸳鸯锅底 人数多 所以准备的食材 也是平常的双倍 喜欢吃火锅的人 当锅里的热汤翻滚时 就会忍不住拿起筷子 将喜欢吃的食材 放进锅里 尤其是牛肉羊肉丸子类 萧锦年第一次见皇后吃火锅 她发现 母后与小九一样 在吃的上面 可以说是做到了整契化音 想到叶叔叔说的一番话 她盯着母后 瞧了好一会 她很想问问 当年自己被送到南兆国 当质子时 她是不是真的担心过她 还想问 当年不是她推的弟弟 但她不敢问 怕问了 又是失望 沈初微加了一些不辣的牛肉 放进萧锦年面前的碗里 殿下 吃肉 这是不辣的 萧锦年回过神来 低头看住碗里的肉 看了一眼小九 见她正期待地看住自己 她握紧手上的筷子 加了一块牛肉 送进嘴里吃起来 沈初微见她吃了 这才拿着漏勺 将肉捞起来 放进自己的碗里 开吃 皇后也不甘落后 将肉夹着放进自己碗里 然后沾酱开吃 夜处慢条斯里地吃住 不辣里面的肉 味道的确有些不特别 直到用完碗扇 萧锦年也没能问出 自己想问的问题 回到屋里 萧锦年瞧着 正在奶孩子的小九 她在书案前坐下来 发现上面的画板 带着疑惑地拿起来 发现上面的画 一时间蒸住 画上是她刚回宫时 将脸贴着 小九肚子时的模样 小九的画工 她是知道的 可以说是唯妙唯俏 以假当真的地步 画面十分温馨和谐 也能透过画 看出他们的感情 她抬起头 看向沈初威 小九 这画画得很好 沈初威眉眼一弯 殿下 喜欢吗 很喜欢萧锦年 站起身来到她身边 坐下来 修长的手指地 抬起她的下巴 低头便吻上来 沈初威睁大眼睛 萧锦年居然当住 孩子的面吻她 苏苏被挤在两人中间 被迫为了一大口狗粮 萧锦年显女儿爱事 将女儿抱起来 放进小床上 回到床边 继续刚才未结束地吻 衣裳脱下来时 萧锦年打量过后 给予评价 小九 你现在的身材正好 沈初威被吻得晕乎乎的 突然听见这么一句 一时间有些猛 萧锦年捏了捏她的腰 贴着她耳边低声道 这里养了一些肉 手感都变好了 沈初威后知后觉之道 萧锦年这是在说她养胖了 所以好吃的吻旺了 萧锦年忽然开口询问 小九 你说母后 其实也在乎我的 对吧 萧锦年虽然在问沈初威 可不给她回答的机会 紧紧堵着她的唇 无人打扰 为所欲为 离宫初走到今日 已经两个月有余 宝宝们已经三个月了 四月的天气 也变得暖和起来 皇后每日和夜楚练剑之外 也会和青婴一起 为宝宝们做衣裳 顺便看看画本子 生活也变得充实起来 只是皇宫里 却陷入了一片阴霾之中 之前接到密报 需要皇帝回来紧急处理 接二连三的事 让皇帝忙得脱不开身 同时 她也没有放弃寻找皇后 最后没办法 皇帝还把长将军 传进宫里 告知皇后离宫出走一事 主要是想知道 皇后离宫出走后 是否与娘家联系 长老将军得知自己的爱女 离宫出走 急到不行 出宫后便亲自带人去寻找 紧急事物处理完后 皇帝的神经松懈下来后 整个人疲惫不堪 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一觉的皇帝 此时 累到不行 连层数日 皇帝都是从噩梦里醒来 冷汗层层 看住空荡荡的凤衣宫 便再也睡不住了 灵儿 你到底去哪了 隔天一早 皇帝再次穿上便服 出宫寻找皇后 城内已经被搜查了无数遍 没有皇后的身影 可以断定 皇后并不在城内 皇帝骑马静直出了城门 往郊外狂奔 三月的宝宝已经会翻身了 桃桃喝完奶睡得正香 苏苏手里抓着毛球 小腿小手蹬了两下 便翻身过来 小腿搭在哥哥身上 肉嘟嘟的小脸 正好贴着哥哥的脸 什么也不懂的苏苏 张嘴啃了一口哥哥的脸颊 原本睡得正香的陶陶 被啃了一脸的口水 想不行都不行 看住自家妹妹 张开嘴巴 还想啃第二口的架势 陶陶眨巴两下 好看的小眼睛 想着是推开还是推开呢 想到是自己妹妹 她又忍着没动手 审出威走进来时 瞧见苏苏半个身子 都趴在陶陶身上 这还不算 苏苏还用她的小嘴 去啃陶陶的脸 陶陶想嫌弃又不能嫌弃的小表情 把沈初威逗乐了 苏苏 这是哥哥 不是吃的 不能用嘴啃哦 沈初威将女儿的小身子翻过来 便看见女儿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三个月的宝宝 可比一个月时会笑得多 五官也展开了一些 看起来更可爱了 被解救的陶陶 也没了睡意 蹬着小腿小手 也翻身过来 好奇地打亮着四周 皇后进来时 瞧见陶陶和苏苏 趴在小床上 苏苏用腿挪动身体 来到哥哥身边 抓着哥哥的手 便嘴里塞 苏苏 你怎么把哥哥的手塞进嘴里呢 皇后将陶陶的手抽出来 这时 清英从外面走进来 皇后娘娘 守在外面的侍卫传来消息 说皇上又来到郊外了 第三百八十章 抱上大腿无人赶期 那个男人是谁 皇后正要抱起苏苏 文言 手蹲在苏苏的身上 大概是离宫有些久了 许久不见狗皇帝 突然听见他找来了 有些心虚 也有些不知所措 一个多月前 狗皇帝已经找到附近 临时有紧急的事离开了 他才安心诱住了一个多月 虽然这一个多月里 他常常担心狗皇帝会突然出现 然后不管不顾的带他回宫 苏苏看见皇奶奶来抱自己 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两只小手臂迫不及待伸过去 想要抱抱 只是等了好一会 皇奶奶都不抱他 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 黑珍珠般的眼睛正正看住皇奶奶 疑惑皇奶奶为什么不抱他 咿咿呀 苏苏小嘴里发出不成字的音节 试图提醒皇奶奶抱自己 皇后被苏苏那软软的嗓音给吸引过来 见孙女一直伸着小手 等着她来抱 立刻她的心给融化了 苏苏 皇奶奶这就抱你 皇后将孙女抱起来 便看见苏苏咧嘴笑得特别开心 她刚才那点小郁闷立马一扫而空 沈初威听见皇帝找来了 心里咯噔一下 她害怕皇帝来是和自己抢宝宝的 她下意识地看向皇后 见她抱住苏苏脸上挂满笑意 好像并不担心被皇帝找到 轻音温声询问 皇后娘娘 皇上很快便会发现扶摇居 您要见皇上吗 皇后的目光都在孙女身上 看见苏苏甜甜的笑容 什么烦恼都没了 等她找到了再说 轻音见皇后不住急 她也便不住急 顺其自然 沈初威垂眸看住儿子 目光一直盯着皇后与苏苏瞧 心想她可能也是想要抱了 便弯腰将儿子抱起来 等抱起来后 她发现陶陶也笑了 只不过与苏苏的笑容有些不同 却同样可爱到抱 这时 叶楚走进来 看见皇后抱着苏苏 满目笑容 她道 你若不想让她找到 我可以去扶摇居附近布阵 叶楚擅长布阵 人一旦入 阵是很难走出来的 除非会破阵 皇帝想找到扶摇居很难 别提见到常温陵 皇后文言一顿 如果让狗皇帝这么轻易地就找到 那不是太便宜她了 那你布一个简单的阵法 看她能不能进来 好叶楚转身走出去 沈初微瞧着叶楚离开的背影 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皇后娘娘 叶叔叔太厉害了 居然会阵法 阵法 她也只是在书上和电视上见过 对于她来说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皇后颇为得意 那当然 她不只会阵法 武功也很高的 本宫小时候就特别崇拜她 好不容易和她搭上关系 可惜本宫没练武的天赋 审出微道 那皇后娘娘 这是等于抱上了大腿了 皇后看了画本子 知道抱大腿的意思 那是 出门在外 都没人敢欺负本宫 沈初微一脸羡慕的眼神 叶楚原本想不一个难点的阵法 想到阿玲的主妇 她还是用了简单一点的阵法 待步阵后 原本的扶摇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藏匿在这山水之间 这几天是情好天气 地面前灶 马而飞驰而过 扬起一阵灰尘 皇帝一路找过来 看见熟悉的湖泊 很快想起一个多月前 她来过这里 她勒紧缰绳 驻足在湖前 上次来的时候 还是雨水天 现在她发现这里风景不错 侍卫快速跑过来 禀报 皇上 属下发现这里有问题 皇帝沉声问 什么问题 上次属下明明发现 湖泊对面有一处叫扶摇居的宅子 这次来发现 那宅子不见了侍卫的 皇帝闻言 忽然想起上次来的时候 侍卫说附近有座宅子 他原本是打算去查看的 因为一封密函 不得不赶回去 你确定那座宅子是不见了 而是不是你记错位置了 皇上 属下与他们一同看见的 并未记错位置 宅子的确是凭空消失了 侍卫语期肯定 皇帝沉音片刻 带路 正去瞧瞧 属下遵命 皇帝从马背上下来 跟住侍卫往前走 不是泥巴路 走起来顺畅多了 走了以斩查的功夫 侍卫停下脚步 指着面前的那棵大树岛 皇上 之前属下看见宅子的位置 就在这棵青塘后面 皇帝瞧着面前的青塘 树干粗广 至少有几十年了 而青塘后面是茂密的树林 他扫了一眼青塘附近 有一条用青石板铺气的路 一直到湖泊前 那里有块石铺 大多数是用来洗东西的 如果附近没有人家 那么这个石铺便是多余的 身为异国之君 自然发现了这里的不对劲 你去附近查看 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属下遵命侍卫 带着另外几名侍卫 去附近查看 当他们走到青塘树后 便进入了阵法之中 李公公瞧着几名侍卫 突然消失在树后 吓了一跳 皇上 皇上 他们不见了皇帝自然 也是瞧见了 相比李公公一惊一乍的 他淡定了很多 这里果然有问题 李公公打量住了四周 好奇地问 皇上 这里是不是有障眼法 皇帝道 朕猜得没错 这里应该布了阵法 皇后这是在躲着阵 阵法 李公公还是听过阵法的 误入阵法可能就出不来了 皇帝视线望向那棵粗犷的青塘树 那里应该是阵法入口 来人把太子与陆大人找过来 属下遵命侍卫转身上了高头大马 飞奔离开 待萧锦炎与陆昭炎赶来时 已经是个时辰后了 扶摇居萧锦炎来过好几次了 对这里自然是比较熟悉的 没想到父皇这么快就找到了扶摇居 他上前几步 发现扶摇居不见了 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父皇 皇帝扫了一眼太子与陆昭炎 这里之前有座宅子 朕没猜错的话 这附近布了阵法 将宅子隐藏了 你和陆爱卿看看 有没有办法破阵 萧锦炎看向那棵熟悉的青塘树 宅子不见了 也只有阵法才能做到 将一座宅子悄无声息地隐藏起来 他问一旁的陆昭炎 陆大人有办法吗 陆昭炎道 微臣擅长夜观星象 不过 晚上可以根据星象走势来破阵 皇帝盯着那棵青塘树 瞧了好一会 若无虚心 又怎么会将宅子隐藏起来 皇后找了那么久 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栋宅子 让他燃起一丝希望 那就等到晚上 夜幕降临时 侍卫们点燃了火把 在陆大人的带领下 走进阵法 萧锦炎自然而然地 也跟住走进去 皇帝阔步走到树旁 正欲进去 被李公公拦住 皇上 里面凶多吉少 您还是在外面等住比较好 朕就是要进去瞧瞧 皇帝直接无视李公公的劝阻 跟住萧锦炎身后走进去 李公公没办法 只好也跟住走进去 餐桌上 大家正在用晚膳 侍卫从门外走进来禀报 主子 有人闯进阵法了 夜楚慢条斯理地吃着饭 文言 他抬起头看向常温林 皇后咀嚼的动作一顿 抬起头看向侍卫 多少人 都有谁 侍卫道 回主子 皇上与太子都进来了 沈初威听见萧锦炎来了 她看向皇后 有些担心地询问 皇后娘娘 那个阵法没有危险吧 她记得有些阵法里面 是非常凶险的 一不小心便会送命 皇后看向夜楚 夜楚淡淡地道 不碍事 只是简单的阵法罢了 沈初威与皇后同时松了一口气 又晚晚膳 沈初威要奶两个娃 三个月的宝宝 可没一个月时那么乖 躺着不动 陶陶和苏苏 醒着的时候几乎都是趴着 要么完咱们用嘴咬东西 尤其是苏苏 抓着什么咬什么 陶陶长睡着时被妹妹啃一脸口水 醒来时便看见妹妹笑得特别开心 苏苏 不能啃哥哥沈初威每天说的最多一句话便是这个 因为苏苏这个时候还没长牙齿 等长牙齿了 万一咬破相可怎么好 哥哥可是要继承萧锦炎的高颜值基因的 等两个小家伙睡了过后 沈初威便去沐浴 皇后无心睡眠 便坐在桌前喝着茶 这时 传来敲门声 轻音打开门 看见叶楚站在门外 叶楚温声道 阿玲歇息了吗 还未歇息 叶公子请进 轻音将门推开 叶楚缓步走进来 在圆桌前坐下来 瞧见他正在喝着热茶 晚上喝茶 还睡得住吗 当然能睡得住 我睡眠很好的 皇后说着 继续喝茶 叶楚瞧住他 只是淡淡地笑着 此时扶摇居大门口 萧锦炎他们走了许久 终于走进来 皇帝瞧着紧闭的珠漆大门 命令道 打开 两名侍卫轻而易举地翻墙进去 没一会功夫 大门由内打开 皇帝这才迫不及待地走进去 萧锦炎扫了一眼四周 没有人把手 他带着疑惑跟住走进去 宅子内 静悄悄地 皇帝扫了一眼宅子 这么大一个宅子 居然连个守卫都没有 这很不寻常 你们几个去搜查 李公公吩咐道 侍卫们分别到各个厢房寻找 皇帝看向前面亮着灯的厢房 隐约听见有人说话 等走近了 他听见熟悉的声音 那是皇后 随后 他又听见了男生 第381章吃醋 使皇帝忘记该哄的皇后 想强行带回宫 晚上喝茶影响睡眠 你这么暧昧 还是少喝些为好 我就喝一点 夜楚淡淡地看住他喝茶的样子 可能是当皇后酒了 行为举止已经成了习惯 明日 你还要练剑吗 练啊 我发现练剑后 睡眠变好了 好像还受了皇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经常和沈良帝胡吃海喝 肚子长了不少肉 现在明显觉得肚子小的 夜楚乔阿玲的脸 似乎比一个月前瘦了一些 看起来练剑锻炼身体还是有用处的 那明日练蟹有难度的 好啊 我可是不怕的 站在门外的皇帝听着里面二人有说有笑的 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找他找了两个月 每天担心的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他倒好 躲在这清静的地方 与别的男子谈笑风声 皇帝沉着脸 不顾一切地用力推开门 砰砰雕花门撞到墙壁发出巨响 皇后吓了一跳 侧头看向门口 便看见怒气冲冲的狗皇帝 又是吓了一跳 谁能想到狗皇帝这么快就从阵法走出来了 门外侍卫是做什么吃的 都不提前禀报一下 他偷偷看了一眼夜楚 夜楚淡定地坐在那里 好像对狗皇帝的到来一点也不惊讶 阵法也太简单了 狗皇帝这么快就出来了 夜楚一眼便读懂阿灵眼神里的意思 我可是照你的嘱咐去做的 皇后放下手中的茶盏 站起身朝狗皇帝扶了扶身 皇上万福今安 夜楚缓缓起身 来到阿灵身边 淡淡瞧着萧綦 皇帝瞧着皇后满不在乎的样子 心里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又闷又难受 你可真是让朕好找皇帝说着 冷眼扫向对面的男子 那张俊脸很陌生 想到皇后离宫这些日子 都是与这位男子在一起 每日谈笑风生 皇帝气得心甘疼 再看两人靠得这么近 他上前两步 抓住皇后的手 便将他扯进自己怀里 皇后抬起头看向狗皇帝 只见他脸色阴沉 一看便知道是气急了 皇帝冷声质问 他是谁 见到朕为何不行礼 他是臣妻的朋友 皇后抬起头看向夜楚 这才反应过来 夜楚看见狗皇帝 好像没行礼 夜楚身姿玉立 淡淡看住萧綦 在下夜楚 见过大夏皇帝 皇帝文言立刻察觉出 你不是大夏子明 夜楚也没否认 在下的确不是大夏子明 皇后睁大眼睛 她还是刚刚知道 夜楚不是大夏子明 他触见他时 压根没想过他不是大夏的人 而且他看见狗皇帝 不卑不亢的气势 也不行礼 让他觉得夜楚不是普通人 他当初眼光果然独到 抱了一条大腿 皇帝垂眸看住皇后 发现皇后那双眼睛 像是长在夜楚身上一样 气得他脸色阴沉 他将皇后的脸给掰过来 让他那双眼睛盯住自己看 皇后 你不该向阵解释解释 为何要离宫出走 又为何三更半夜 与男子待在一起 皇帝在没找到皇后前 是这样打算的 找到皇后 要先主动承认错误 态度要诚恳 然后好声哄住她回宫 只是此时的皇帝 正处于暴走的边缘 早就忘了最初的打算 皇后被迫看住狗皇帝 早知道他这样 就应该让夜楚 把阵法弄得难一些 让他在阵法里转悠一碗 臣妾为什么出宫 皇上不是最清楚的吗 臣妾在宫里待了二十多年 出来与朋友聚聚怎么了 皇帝一直都是别人顺从他 皇后虽然脾气不算好 可也没有像今日这般 不给他面子 你是朕的皇后 私自出宫 朕还没罚你 你与男子夜里相会 你还有理了 你看看你 哪里还有半点皇后的样子 皇帝气急败坏的指责 早就将心心念念的说 要哄皇后抛之脑后 夜楚上前两步 将阿玲从萧綦手里 给抢出来 她温润的毛子 此时像是镀上了冰霜 阿玲这些年的付出 在你眼里不过是理所当然 这个皇后不当也罢 皇后抬起头 看向夜楚 知道她是为自己打抱不平 她还是将她的手掰开 自己 毕竟是有夫之妇 不能与别的男子太过亲近 狗皇帝可是最讨厌的 她不只是皇后 也是爹的嫡女 万一苟皇帝震怒 不是好事 皇帝见夜楚 将皇后抢过去 她冷着脸 抓着皇后的手臂 又将她拉进怀里来 她抬住下巴看向夜楚 她是镇的皇后 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干涉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镇一样可以致你的罪 夜楚淡定的迎上萧綦 得冷立的目光 夜某人并不是胆小之辈 我若想带走阿玲 即便是你大下国君 也拦不住皇帝闻言争了争 当了皇帝这么久 谁敢用这样的语气 来跟他说话 面前这个男子 居然一点也不畏惧他的龙威 这个夜楚到底是什么来头 在皇帝气得发抖的时候 萧锦妍直接去找妻儿 她不想参合他们之间的事 可以保证的是 母后不会有事 因为父皇舍不得 萧锦妍推门进来时 审出微高沐浴丸 看见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萧锦妍 她愣了一下 殿下 你不是进入阵法了吗 这么快就出来了 萧锦妍来到她面前 刚沐浴完的她 身上带着不同的香味 淡淡的 却很好闻 问 陆昭眼说 这个阵法很简单 不用花太久的时间 沈初微可是记得皇帝也来了 他忙问 皇上来 会不会对皇后娘娘发火啊 萧锦妍低笑 这个你安心 父皇不会真的对母后动手的 沈初微道 臣妾为什么感觉这次咱们躲了这么久 皇上肯定非常生气 殿下不担心吗 这些不用你担心萧锦妍牵着她来到小床边上 垂眸瞧着儿子女儿睡觉的模样 好几日没见 宝宝们好像又长大了一些 殿下 两个小家伙知道翻身了 刘琦 苏苏 每次翻身都趴在哥哥身上 有时还啃哥哥的脸 啃了一脸的口水 把哥哥弄醒了过后 自己在一旁哥哥的笑 沈初微说的绘声绘色 让萧锦妍彷复看见 了当时的画面 她瞧着女儿填尽的睡颜 很难想象的出来 她抱住哥哥的脸啃的画面 苏苏这是见什么都啃 哥哥没动手吗 哥哥被妹妹弄醒后 淡定的看住妹妹又啃又笑 不仅没动手 还用小手摸妹妹的头 沈初微一想到那个画面 蒙得她一脸 又好玩又有爱 萧锦妍也能想到那个画面 滴滴笑了 也是 她是哥哥 应该让妹妹 沈初微挽着萧锦妍的手臂 笑得眉眼弯弯 淘淘太懂事了 这么小就知道疼 妹妹了 等长大了 一定会比一般孩子懂事早 她抬起头看向萧锦妍 殿下 皇上来了 咱们是不是就要回宫了 萧锦妍道 肯定是要回宫的 只是 得等父皇与母后 解决当前的事 沈初微又问 那皇上不会把桃桃和苏苏 送给别人养吧 萧锦妍安抚道 不会 我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有了萧锦妍这句话 沈初微才安心下来 桃桃和苏苏 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生下来的 可不能送给别人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萧锦妍想到父皇这些日子的颓废 父皇应该不敢再提这件事了 母后这次离宫出走 的确是吓到父皇了 此时 厢房里剑拔弩张 皇帝看住一个陌生男子 如此护着自己的皇后 一看就只意图不轨 怪不得皇后 越来越不把他放在心上 就是因为叶楚的纠缠 他不能让皇后 与叶楚多待一日 不对 一刻也不行 他低头看住皇后 命令道 皇后 你随朕回宫 叶楚身形一闪 拦在萧綦面前 你想这么轻易的就带他回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